小王子是由以下会员特约赞助播出 小王子 献给列翁维尔特 我希望小朋友可以原谅我将这本书献给一个大人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这个大人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这个大人他什么都看得明白 甚至乎是写给小朋友的书他都看得明白 我的第三个理由是 这个大人住在法国 他在那里又饿又冷 他很需要安慰 如果这些理由都做不够的话 那我愿意将这本书献给在儿童时代的这个大人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朋友 不过很可惜 只有很少的大人会记得那一点 也都是因为这样 我将这句说话改成是 献给还是小朋友时期的列翁维尔特 关于生命和生活的预言 第一章 当我才得六岁的时候 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 个名叫做真实故事的书里面 我见过一幅很精彩的插画 他所画的内容是一条网蛇 就在吞着一只野兽落土 你现在见到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重新画的 这本书说 这些网蛇将他们的猎物 咬都不咬 就暗生吞落土 因为体型实在太过庞大了 所以他们动都动不了 于是乎 这些蛇 就在接着下来那六个月里面 一路睡觉 一路去消化这些食物 当时 我对丛林之中的奇遇 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于是乎 我亦都用彩色的原笔 画了我的第一幅图画 我的第一个作品 它是这样的 我将我的这一幅结作 拿了给大人看 我问他们 我所画的这一幅画 是不是很可怕 他们就跟我说 一顶帽有什么可怕 其实我所画的并不是一顶帽 是一条很巨型的网蛇 在消化一只大笨蛇 见到他们不明白 于是乎 我又将那条网蛇 那肚里面的情况 画了出来 让那帮大人可以看得明白 这些大人 最喜欢的就是解释 所以 我的第二号作品 是这样的 但谁知那帮大人 就劝我 将那些图画 不管见不见到 肚里面的情况都好 都将它们摆在一边 还是将我的兴趣 放在地理 历史 算术 和语法上面 就是这样 在六岁那年 我就放弃了做画家 这个这么美好的职业了 我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作品 并没有成功 这件事真的令到我十分之不开心 这些大人 自己什么都不明白 总是要不断向他们解释 真是令到我们的小朋友 好厌烦 后来 我只可以选择其他的职业 我学会了开飞机 世界各地 我差不多都飞过 的而且确 地理帮了我很多 我一眼就可以分辨到 中国 和阿里桑那在哪里 如果在晚黑当失路 那这些知识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就是这样 在我的生活之中 我和很多严肃的人 有过很多的接触 我在那帮大人之间 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我很仔细地观察过他们 但这样并没有令到我 对他们的看法 有多大的转变 当我遇到一个头脑 看起身 稍微比较清楚的大人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一直都收起身的 那个第一号作品 拿来去测试一下他 我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有理解能力 不过我所得到的答案就肯定是 你一顶是一顶帽来的 我不会和这些人去谈论巨型网蛇 原始森林 又或者是星星之类的事情 我唯有就一下他们 和他们谈一下打啤 打golf 政治 又或者是怎么打靈态 于是乎那帮大人 真的很高兴 可以认识到我这个 这么通情达理的人 第二只 我就是这样孤独地生活 并没有一个真正合谈的人 一直去到六年前 我在撒哈拉沙漠上面 所遇到的那次意外 我部飞机的引擎中 有一件事坏了 当时因为这部飞机 并没有其他的工程师 和旅客在 所以我唯有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 去整理好他 这件事对我来说 是一件生死有关的事情 我随身攀带的水 只够喝一个礼拜而已 第一天晚刻 我就睡在鬼影都没有 只的沙漠上面 我还孤独过在海上 沉了一部船 抱着沽木的人 而在第二天的早上 有一把很奇怪的声音叫醒我 你们知不知道 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 有多么惊讶 那把声音很小声地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画一只绵羊给我 可不可以 哈 什么画 我说 你可不可以画一只绵羊给我 我整个人好像被雷劈一样 我随随一声就站起身 我随便拿着手来揪一只眼 很仔细地望着他 我见到一个很古怪的年轻 他就在用一些很严肃的眼神 来望着我 下面你看到的那一块 就是我曾经帮他画过的 最好的一块画 但是我画出来的他 肯定没有他真人那么英俊 但是这样我都没办法的 在六岁的时候 那些大人就令到我 不够胆再做一个画家 所以除了画过一条蛇的肚里面 那只大笨像之外 后来我都再没碰过画画了 我瞎到我的眼睛大一大 不停看着这个忽然之间出来的年轻 你们不要忘记了 我当时是在很远很远 鬼影都没有一个地方 而这个小朋友所给我的印象是 他并不像荡室路 也并没有觉得累 觉得颈渴 肚饿 和恐惧 他完全不像一个 在沙漠里面荡室路的小朋友 所以当我在震惊之中 摆脱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呃 你在做什么 但那个小朋友一点都不紧张 他好像正在做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他又重复了刚才的那句话 你可不可以帮我画一只羊 你们知不知道 当你被一种神秘的力量 吓着了之后 你是不够胆不听他的笛 在那一片鬼影都没有的沙漠上 在那里面临着死亡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虽然这个举动令到我觉得很荒谬 但是我还是摆了一张纸 和一支笔出来 这个时候我又想起 我只是学过地理 历史 算术 和语法 所以我就有一些不太老皮的 跟这个小朋友说 我不会画画的 但谁知他就跟我说 不要紧要 你画一只羊给我 因为我从来都没画过羊 所以我就画了一图 我唯一懂得画的画给他看 也就是那条网蛇吞了大笨像的那图画 当然啦 我并没有把那条大笨像画出来 但谁知那小朋友跟我说 不是呀 不是呀 我不是要画网蛇呀 你看下 他的肚子里面有一只大笨像 我听到他这句话之后 我整个人都嗷了嘴 他又继续说 这些这么大条的网蛇实在太危险了 而且那只大笨像实在太压定了 我所住的那个地方很小 所以我只需要一只羊 你可不可以画一只羊给我 于是乎我就画了一只羊给他 就是你现在见到的那图 他很专心地望了一望 然后又说 我不要这一只 这只羊被到快死的样子 你可不可以重新画一只给我 于是乎我又画了另外一只给他 就是你现在见到的那图 我这个新朋友很天真 和很可爱地笑了起身 但是又懒不客气地拒绝我 你看下 你画的不是羊仔来的 是一只公羊 你看他还有一只角 于是乎我又重新画了一图 这一图画和先前那几图 都一样被他拒绝了 这一只羊太老了 我想要一只可以长命一点的 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因为我手头上有很多东西要做 我还要弄回我部飞机的引擎 于是乎 我就不断意画了一图画给他 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跟他说 那这个是一个箱来的 你要那只羊就在里面了 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我这个很阴鲜腥满的新朋友 他竟然笑得莲子蓉嘎嘎 他说 是啊 这一羊就是我要的东西了 是啊 养一只羊是不是要很多草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很小的 你为什么怕呢 我画给你的那只羊仔 是一只很小的羊来的 就算地方小小 都足够可以养大它 他的头控到张画很近 透过我所画的这个箱里面的那几个洞 望了进去 他忽然间说 哪里有你说得这么小的 你看一下 他睡着了 就是这样 我认识了小王子 第三章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搞清楚 他究竟在哪里来的 小王子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但对我提出来的问题 他就好像听不见一样 不过 他无意之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说话 就慢慢令到我搞清楚他的来历 例如说 当他第一次见到我部飞机的时候 呃 我就不画我部飞机出来了 因为这些这样的图画对我来说 实在太过复杂了 他问我 这一件是什么东东来的 这一件东西就超级了 他可以飞的 是飞机来的 是我部飞机 我当时很焦细地跟他说 我懂得飞 于是乎 他也都很惊讶地说 什么话 你是在天上跌下来的 我并不是谦虚地说 是啊 哈 你个人真的很搞笑啊 这个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小王子他笑 但是他的笑声令到我好不高兴 因为我希望其他人 可以严肃一点地对待我的不幸 过了一阵他又说 这样说的话 你也是在天上跌下来的 你是住在哪个星球那里的 在这个时候 我隐隐悦悦地察觉到 我马上就可以解开 他在哪里来的这个迷团了 所以我突然问他 什么你是在另一个星球里来的吗 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一路望着一部飞机 一路在那里头 然后又跟我说 又是的 你坐这一部野雷来这儿 你不可能是在很远的地方那里来的 说到这儿 他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里面 然后又在一个袋里面 把我刚才画给他的那张羊仔画拿出来 看到整个人都入神 你们想想都知道了 关于其他星球 这个这么有趣的话题 是有多么令到我好奇啊 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更多的秘密了 于是乎我又继续问 你是在哪里来的啊小朋友 你家里在什么地方 你又想把我的这只羊仔带去哪里啊 他想了一会儿 然后就跟我说 幸好你给了个箱我而已 那晚上那只羊仔就有地方住了 不用说 如果你听听话话的话 我便再帮你画一条绳子绑住它 在早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拖着它去散步了 最多我再画一条棍子给你了 我的这个建议 看来令到它很反感 为什么要绑住它 你的这个提议真的很奇怪 如果你不绑住它的话 它便会到处跑咯 那它会跑掉咯 我的这个朋友又再一次笑了出声 哈哈哈哈 你想它跑去哪里啊 不管哪里都好 它会一直向前跑咯 在这个时候 小王子很认真地跟我说 其实没什么所谓的 我那个地方很小的咯 然后 它又好像很伤感地补充了一句话 一直向前走 也都走不到几远 第四章 我还了解到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乡下所在的那个星球 只是和一间屋差不多大的 这件事我反而见怪不怪 我知道除了地球 木星 火星 金星 这几个有名的大行星之外 还有整百上千个星球 它们有些小到 好像鼻子那样小粒 就算用望远镜 都很难看得见 当那些天文学家 发现到其中的一颗星星之后 那它马上就会给它一个数码 例如是将它叫成是 325小行星 我有一个很充分的证据认为 小王子所来自的那个星球 是小行星B612 那颗小行星 只是在1909年的时候 被一个土耳其的天文学家 用望远镜见过一次 当时那个天文学家 曾经在一次 国际天文学家代表大会上面 对他的发现 作出了很重要的论证 但是由于他所着的衣服 是一些很普通的服饰 所以当时并没有人相信他 唉 那些大人就是这样的了 不过幸好 土耳其有一个独裁者 他为了小行星B612的声誉 就逼他的子民 全部都要穿勾式的服装 如果不是 就会判他们死刑 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 这位天文学家 就穿了一套 很漂亮很漂亮的服装 重新论证了一次 这一次 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我和你们讲这么多 关于小行星B612的细致 而且还和你们讲完他的数字 那是为了方便那些大人 那些大人就是喜欢数字的 当你们和那些大人说 你有一个新朋友的时候 他们从来都不会问你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他们从来都不会问你 他把声音是怎样的 他喜欢玩什么游戏 他有没有收集蝴蝶标本 这些东西他们都不会问 他们只会问你 他多少岁 有多少个兄弟姊妹 有多高 有多重 他爸爸赚多少钱一个月 他们认为 这样才算是了解朋友 如果你和那些大人说 说自己看到一栋 用玫瑰式的砖所建的 很漂亮很漂亮的屋 在窗口上面有天竹葵 屋顶那里还有些白夹在里 唉 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 这些屋究竟有多好 我们一定要这样和他们说 我看到一栋 价值十万发廊的屋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他们就会嗷嘴 然后尖叫起身 哇 好漂亮啊 所以如果你和他们说 小王子存在的证据 就是他很漂亮仔 他很喜欢笑 他想要一只羊 他想要一只羊仔 这些就是他存在的证据 他们一定会缩下肩膊头 然后当你是小朋友 看待 但如果你和他们说 小王子所来自的星球 是小行星B612 他们就一定会信到十足十的了 他们不会再问一大多个问题 来和你糾纤 他们就是这样的了 小朋友对大人应该宽容一点的 唉 不要怪他们啦 但当然啦 对他们这些知道 什么是生活的人来说 我们才不在乎那个红尺 我真的宁愿好像讲神话那样 来开始这个故事 我真的很想这样说的 从前有一个小王子 他住在一个 和他的身体 差不多大的星球上面 他希望有一个朋友 哈哈 对于懂得生活的人来说 这样说真的会舒服很多的 我真的不喜欢那些人这么兴奋 就看我的书 我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 心情其实很难过的 我的这个朋友 带着他的小羊 已经离开了六年了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 尽力地把它写回来 就是为了 让自己不要忘记它 再说 我也有可能会变成 好像那些大人一样 只是对数字一样兴趣而已 也正正是因为这样 我买了一盒油彩 和一些圆笔 好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 而且 我除了在六岁的时候 画过一块 看到肚子里面有一个大笨像的网蛇之外 其他什么画都没画过 而现在重新再来画画 真是很浪费心机的 不过当然 我一定会将这些画 尽可能地画得它逼真一点 但是 我自己也都没什么把握的 画一块是可以的 但另一块就未必了 还有就是 它的身材比例 我画得一点都不准确 在这里的小王子 可能会很大只 而在另一块画里 可能又会很小粒 我对它身上 所穿的那些衣服的颜色 也都不是记得很准确的 所以我就一路摸索 一路试下画 我只可以画到大概的样子 可能在一些很重要的细节上 我会画错都不顶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就要麻烦大家原谅我了 因为我的这个朋友 从来他都不会跟我解释些什么 因为他认为我和他是一样的 不过很遗憾 我并没有办法 透过一个盒 看到里面那只羊仔 可能我和那些大人差不多吧 一定是因为我开始老了 第五章 每天我都会了解到 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星球 和他为什么会离开 还有踏上这趟旅程的事情 这些东西我都是偶然之间 在他各种各样的反应之中 慢慢得到的 就是这样 第三天我就了解到 关于后面包树的悲剧了 这一次又是因为那些羊 忽然之间 小王子好像很担心地问我 那些羊是会吃那些小棵的灌木 是不是真的 是啊 是真的 哇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拷爆头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羊喜欢吃那些小棵的灌木 对他来说会那么重要 过了一阵小王子又说 那是不是就是说 他们也会去吃那些后面包树的 我和小王子说 说后面包树不是那些小棵的灌木 而是好像教堂那么大的大树 就算你带一大堆的大笨象回去 也都吃不完一棵后面包树 一大堆大笨象这个想法 令到小王子笑了起身 哈哈哈哈 那我就要将那些大笨象 一只一只地踏高它才行 他忽然之间又好像会很多东西 那些后面包树在长大之前 都是很小棵的而已 那你也对的 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想那些羊 去吃那些小棵的后面包树呢 唉 还需要说的 似乎这个问题 就连旁边的阿婆都知道 但是我真的搞了很久 才搞得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在小王子的星球上面 就好像其他所有的星球那样 都会有一些好的草和坏的草 也都是因为这样 就会有那些有益的草的种子 和那些毒草的种子 但是草的种子是见不到的 它们会在泥里面睡觉 直到有一颗忽然间醒了 那它们就会开始伸懒腰了 之后就会很害羞地向着太阳 生一棵云枝枝 但是很可爱的乱苗出来 如果生出来的是萝卜 又或者是玫瑰花的乱苗 那就由得它自由地生长 但是如果它是一棵坏的树苗 一旦我们知道它出来了 那马上就要拔掉它了 因为在小王子的星球上面 有一些非常得人惊的种子 也就是这些后面包树的种子 在那里的泥土里面 这些种子多到氾滥 而一棵后面包树的树苗 如果你拔得太迟的话 那就再都没办法可以清除它了 它就会盘踞着整个星球 它的树根可以转穿一个星球 如果那个星球很小的话 而后面包树又很多 那整个星球就会被它撞爆了 小王子后来又跟我解释说 这个是纪律的问题来的 当你在早上拆完牙洗完面之后 就要很仔细地 去帮个星球疏洗 一定要规定自己定时定后 去拔掉那些后面包树的树苗 这些树苗 在刚刚生出来的时候 跟玫瑰苗差不多 但你一旦可以区分到它们的时候 就要马上拔掉它了 这份工作虽然很容易 但也是一份厌惡性的工作来的 有一天 小王子就劝我 给点心机地画一图漂亮点的图画 让我们住在地球的这些小朋友 都可以对这件事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 他还跟我说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们的小朋友出去旅行 这些知识对他们来说很有帮助的 有时 人很喜欢把自己手上的工作推去以后才做 正常的情况下 没什么大碍 但如果遇到要拔后面包树这些事情 这就会导致很大很大的灾难 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星球 上面有一个很懒的人 他拔漏了三棵后面包树的树苗 所以我就根据小王子的描述 将这个星球也画下来 我从来都不想用一个道学家的口吻来说话 但后面包树的危险 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 但对于迷失在小行星上的人来说 这就很危险 所以一次我就破例 打破这种不喜欢教训人的习惯 我会和你们说 小朋友一定要小心那些后面包树 为了令到我的朋友都可以警惕这种危险 其实他们跟我一样 一直以来都和这些危险接触 不过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危险性 所以我也都用了很多功夫去画了这一块画 因为我所提出的这个教训的意义十分之重大 所以花点心机去画画 也都很值得 你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这本书里其他的插画 都没有这一块那么壮观 答案很简单 其实其他画我也都曾经试图 把它画得好些 不过我失败了 而当我画后面包树的时候 就有一种很逼切的心情在激励我 将它画好 第六章 唉 小王子 就是这样 我开始慢慢明白 你那些忧屈的生活 在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你唯一的乐趣就是去观赏一下 直阳西下的那些那么温柔的景象 这个新的细节 是我在第四天的早上知道的 你当时这样跟我说 我很喜欢看日落 我们不如去看一次 但是要等 等什么 等太阳下山 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很惊讶 但是过了一阵 你就开始笑自己猛 你跟我说 哈哈 我还以为 我在自己的乡下 的而且确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的正午时分 在法国那里 太阳已经开始下山了 只要你在一分钟之内 可以赶到法国境内 这样就可以见到日落 但是 去法国 是有多么远 而在你所在的那个小行星上面 你就是需要移一下椅子 走几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地 看到你想见到的直阳如辉 有一天 我看了四十三次日落 过了一阵你又说 你知道的 当人觉得自己很苦闷的时候 就硬是很喜欢去看日落的 一日四十三次啊 你是不是真的苦闷到这样啊 小王子并没有回答我的这句话 第七七 第五日 就是因为羊的事情 又将小王子的生活秘密 和我再一步揭开了 他默默地思考了很长时间之后 忽然之间好像有什么结果 然后就无故问我 那些羊除了吃那些小型灌木之外 他是不是都会吃那些花的 他们见到什么就会吃什么的了 就连那些有刺的花他都会吃啊 对 有刺都会吃的 那那些花上面的刺 还有什么用啊 我真的不知怎么回答他好 在那个时刻 我正在扭着 我部飞机的引擎上面 那粒难领到爆炸的螺丝 我发现引擎真是受损得很紧要 那些食水又快喝光了 我有少少担心醉坏的情况 所以心里面也很急 那那些刺有什么用啊 小王子一旦提出了问题 他从来都不会放过我 而那粒死人螺丝 真是搞得我整个人都把多火 所以我就随便随便答了他一句 那些刺有鬼用吗 破花恨人争才会生些刺出来的 哈 他沉默了一会之后 又有点不服气地跟我说 我不信你说的话 那些花那么柔弱那么纯泡 他一定会想办法去保护自己的 可能以为有些刺在身上 就可以看起身很厉害 我没有出声 我当时在想 如果这粒烂鬼螺丝 是要跟我作对的话 我等着就一下打烂他 小王子又继续来烦我 他说 但你竟然认为这些花 唉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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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没有认为 我只是随便随便答你 我有正经事要做 他很惊讶地看着我 然后又说 正经事? 他看着我手上的那个锤子 手指上也都沾满了油污 而整个人就在一个 他看起身欲酸到无伦的基件上 你说话就好像那些大人一样 这句说话真是令到我有点难堪 但他又继续很尖酸和无情地加了一句说话 你什么都搞不清 什么都混在一起来说 我看他真的很生气 一路灵头 头上面金色的头发 也都跟着他动 我曾经去过一个星球 上面住了一个面是红色的先生 他从来都没问过一朵花是什么味道 也都从来没见过一颗星星 他什么人都没喜欢过 除了懂得计数之外 他什么都没做过 他经常都好像你那样说 我做正经事 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这句说话令到他奥气十足 他简直不像是一个人 他是一只蘑菇 他…他是什么 是一只蘑菇 小王子当时怒得面都青了 几百万年来那些花都是有刺 几百万年以来 那些羊仍然在吃花 要搞清楚那些花 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东西 就是要生些刺出来 难道这件就不是正经的事吗 难道羊和花之间的战争就不重要 难道这样都不够 那个整块面都是红色的肥佬先生 他计数那么重要 如果他懂得一朵人世间唯一的花 只得我的星球上面有他 其他的地方都不存在 而有一只羊仔 可能会猛性性地 将他一口吞下肚 难道这样都不重要 他整块面都谷得红色 然后他又继续说 如果有人爱上了 在亿万粒星星里面 一无二的一棵花 当他看着那些星星的时候 那就足以令他感到幸福 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那朵花 在其中的一粒星星上面 但如果羊吃了一朵花 那对他来说 就好像所有的星星 全部都关灯了 那样 难道这样都不重要吗 他没再说下去 忽然之间哭到收不到声 这个时候 夜幕已经降临 我把手上的工具都放下了 我把把锤 螺丝 机壳 死亡 全部都抛出路后 在一个星球上面 在一个行星上面 在我的那个行星上面 在地球上面 有一个小王子需要安慰 我把他抱在心口里面 我熬了熬他 然后跟他说 你爱的那朵花没有危险 要么这样 我帮你那只羊仔画面罩 再帮你那朵花 画一套规格 然后 其实我都不知道 我应该说些什么好 我觉得我自己实在太过蠢了 我不知道你应该 怎样才可以达到他的境界 怎样才可以再一次 进入他的境界 唉 眼泪的世界 是有多么神秘 第八章 我很快就进一步了解了那朵花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面 以前都只是生一些 只有一层花繁很简单的花 这些花很小 一点都不碍地方 从来都不会去打搅任何人 他们在早上的时候 就在草丛里面开放 去到晚的时候 就会丢借 不知道在哪里 忽然间来了一粒种子 忽然间有一日 这粒种子发了牙 所以小王子就特别仔细地去盯住这棵野 说不定 它是一棵新款的后面包树 但是那棵乱苗 没多久就没再生长了 而且孕育了一朵花 它忽然间标了一个很大的花蕾 小王子感觉到 在花蕾里面一定会出现一个奇迹 但是那朵花 将自己藏在绿色的房间里面 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化妆 它精心地选择了它将来的颜色 慢慢地在装饰 一片一片地配搭着它的花蕾 它不想像余美人一出世 就整面都是皱纹 它要令到自己 带着光彩夺木的姿态 来到这个世界 是啊 它真的很贪美 它用了一段时间 像天仙一样地梳妆打扮 然后在一天的早上 刚好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它开了 它已经很精细地做了很长的准备功夫 但是竟然一路打喊怒一路说 唉 我刚刚睡醒的 真是对不住啊 你看一下 我的头发乱糟糟的 小王子在这个时候 再都没办法控制住自己的爱慕之情 它说 你 你好美啊 而朵花就很理所当然地说 当然了 我是和太阳同时出世的嘛 小王子看得出朵花一点都不谦虚 但是它的姿态的确十分动人 朵花忽然间又说 现在应该是吃早餐的时候了 你是不是应该去准备一下 小王子有点不好意思 于是乎 就拿了一个淋花的水壶过来 它装了一壶很清凉的水 然后就去了淋花 于是乎 就是这样 这朵花 就以它有些敏感多疑的虚荣心 开始折磨小王子 例如有一天 它和小王子说 说它身上有四条刺在那里 老虎我都不会害怕的 叫它拿些爪来找我 小王子忍不住折磨它一句 但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面没有老虎的 而且老虎是不吃草的 朵花很小声地说 我又不是草 啊 sorry 我老虎都不会害怕的 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吹到糊糊的风 你这里有没有屏风在那里 小王子在那里想 最害怕的就是风 啊 对一棵植物来说 自己真是不幸 这朵花实在太难服侍了 晚上你一定要保护好我 你这里太冷了 你这里住得一点都不舒服 在我原先那个地方 但是朵花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因为他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 他哪里有见过其他的世界 他令到人们发现 他正在说一个很蠢的大话 所以就有一点老虎成怒 他特意咳了两三色 这一招是希望小王子 意识到他自己做错了东西 朵花说 你不是说拿屏风过来的吗 我...我现在去拿 你...但是你刚才说 见到小王子想追问下去 朵花就抹大喉咙 再咳了几声 想着进一步 令到小王子有内疚感 是因为他没有及时 把屏风拿过来 他才会咳到这样的 虽然小王子本来 诚心诚意地 喜欢这朵花 但是这样一来 就马上令到小王子 对那朵花产生了怀疑 小王子对一些无关重要的说话 实在太过认真 而结果就是 会令到自己很苦劳 有一日小王子跟我说 我不应该听他说的说话 绝对不应该听那些花说的说话 看下那些花 闻一下他就可以了 我的那朵花令到我整个星球都香噴噴 但是我不会享受他 至于关于他身上那些刺的事情 我本来应该同情他的 但是最后反而令到我很生气 他还跟我说 我在那个时候 什么都不懂 我应该根据他的行为 而不是根据他的说话 来判断他的 他令到我的生活芬芳多彩 我真的不应该离开他 一个人跑出来的 我应该早点猜到 他炸嬌背后所隐藏的那些温情 花是有多么自相矛盾 我当时实在太小了 还未懂得爱惜他 第九章 我想小王子可能是利用 一班候鸟迁洗的机会 来加出酒的 在他出发的那天早上 他将他的星球 撿到整整齐齐 将上面的火山 掃到干干净净 这个星球上面 有两座活火山 在早上的时候 兴趣的早餐真的很方便 除此之外 还有一座死火山 小王子也将他掃到干干净净 他在想 那说不定有一天 他会变回火山 掃干净了 他们就可以慢慢地 有规律地燃烧 而不会忽然间爆发 火山爆发 就好像烟通中的火焰一样 当然啦 在我们的地球上面 我们实在太小粒了 没办法去清洁火山 所以火山就会为我们 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 小王子还将剩下来 最后那几粒 后面包树的树苗 全部都拔掉 但他有点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 他再也不会回来这儿了 这一天 这些这么平常的家务 就令到他觉得特别亲切 当他最后一次淋花的时候 准备将朵花好好地地 珍藏起身 他发觉自己 快要哭出来了 小王子和朵花说 再见了 但朵花并没有回答他 小王子又说了一次 再见了 朵花咳了一阵 但并不是因为伤风 他终于和小王子说 我先前真是笨 请你原谅我 我希望你能够幸福 朵花并没有对小王子抱怨些什么 小王子觉得好惊讶 他拿起了个玻璃罩 整个人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他不明白 为什么朵花会那么温柔和甜静 朵花又继续说 的而且确 我爱你 但是一日最坏的是我 你一点都体会不到 这些都不重要了 不过你亦都跟我一样那么笨 希望你以后可以幸福 请你把这个玻璃罩拿到一边 我不需要它了 但是如果打风那怎么算好 我的伤风不是很严重 晚上的那些凉风 反而会对我有好处 我是一朵花来的 但是如果有虫和野兽呢 如果我想和胡蝶做朋友 那我就要顶售两三只虫仔的钉咬 听说那些蝴蝶很漂亮的 如果不是 还有谁来探我 你都快要离开了 至于那些大只的动物 我一点都不怕 因为我有找的 于是乎朵花又很天真地 将他那四条翅露了出来 之后他又继续说 你这个人不要那么疯了 你真的很烦 你既然决定要离开这里 那你快点走 他很怕小王子看到他哭 他下一朵非常之骄傲的花 第十章 在附近的宇宙里面 还有325 326 327 328 329 330 好多好多小行星 小王子就开始访问这几个星球 打算找些东西做一下 或者学习一下 第一个星球上面 有一个国王住在 国王穿了一件用紫红色 和白底黑花的皮草所造成的礼服 坐在一个十分之简单 但是又很有威严的宝座上面 当他见到小王子来的时候 他就叫了起床 啊 来了个神文 小王子在想 他从来都没见过我 又为什么会认得我的呢 他便知道 在那些国王的眼中 世界是非常之简单的 所有的人都是神文 国王十分之骄傲 因为他终于成为了某一个人的国王 他跟小王子说 走远一点 等我好好地地看下来 小王子望了望四周围 想找个地方坐下来 但整个星球都被国王那件 华丽白底黑花的皮草所占据了 所以他只可以站在那裡 但因为实在太累了 小王子打了个咸嚕 国王跟他说 在一个国王面前打咸嚕 是有为礼节的 我禁止你打咸嚕 小王子有点不好意思 我实在忍不住 因为这么越死路来到这里 我还没睡觉 那好了 我命令你打咸嚕 那么多年来 我都没见过任何人打咸嚕 对我来说 打咸嚕 反而是一件挺新奇的事情 来了 再打个咸嚕 这个是命令 小王子整个臉都红了 他说 蛤 你这样反而令到我好紧张 我打不到咸嚕 那国王又说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就命令你有时打咸嚕 有时不用打 那国王在那儿暗暗沉沉 好像有点不高兴 因为国王所要的东西 是保持他的威严受到尊敬 他无法容忍有人不听他的命令 他是一个绝对的君主 但是他就很善良 他所下达的命令 都是有理智的 国王经常都会说 如果我叫一个将军 变成一只海鸥 而这个将军不服从我的命令 那就不是这个将军的过躁 而是我的过躁 小王子有点害羞地略大试探地问他 我可不可以坐下 我命令你坐下 国王一路回答 一路很庄重地 把他那件白底黑花的皮草 不停地移开了一点 但小王子觉得很奇怪 一个这么小的行星 国王究竟在统治什么呢 小王子他说 陛下,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 国王很急地说 我命令你问我 陛下,你统治什么呢 国王十分之简单直接地说 我统治一切 一切? 国王轻轻地用手指指着他的行星 和其他的行星 还有所有的星星 小王子他说 统治你一切啊? 统治你一切 原来国王不仅是一个绝对的君主 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君主 那是不是那些星星都臣服于你的? 国王他说 当然啊,他们立即就要服从 我是不允许没有纪律的 这些这样的权力令到小王子十分惊叹 如果掌握了这样的权力 那么他一日就不仅可以见到四十三次日落 而是可以见到七十二次 甚至乎是一百次 或者是两百次日落 也都没有必要再去移动那张椅 因为小王子忽然间又想起 他那个被遗弃的星球仔 心里面有点点难过 他又很大胆地和国王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想看日落 请你命令太阳下山 光王他说 如果我命令一个将军 好像一只蝴蝶一样 从这一朵花飞到另外一朵花上 或者命令他写一个悲剧 或者变成一只海偶 而如果这位将军 接到命令之后不执行的话 那是他不对 还是是我不对 小王子很肯定地说 那肯定是你不对 一点都没错 向每一个人提出的要求 都应该是他们可以做到的事 权威首先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面 如果命令你的子民去跳海 他们一定会造反 我的命令是合理的 所以我有权去要求其他人服从 那我所提出的提前日落呢? 小王子一旦提出了问题 他就不会轻易地忘记这个问题 日落这件事 你会见到的 我一定要太阳落山 不过根据我的统治科学 我一定要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那要等到几时啊? 国王在回答之前 揭了揭一本很厚的日历 然后就慢条思理地说 好好好 日落大概 大概在今晚7点40分左右的时候 你会见到我的命令一定会被服从 小王子又打了个喊怒 他有些遗憾 并没有见到日落 他有点烦烟了 所以就和国王说 我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我要走了 这个刚刚因为有了一个子民 而觉得十分之骄傲的国王说 不要走 不要走 我任命你做我的大神 什么大神啊? 呃 司法大神 但是 你这里没有一个人要审判啊 好难说啊 我已经很老了 这个地方有小 并没有办法摆放我的车架 而且 我一走路就会累 所以 我从来都未巡视过我的王国 啊? 我已经看过了 小王子伸长条颈 望了望四周围 无论哪里 都一个人都没有 国王他说 那你就审判你自己了 这件事是最难的 审判自己 比审判其他人难得多 你如果能够审判好自己 你就是一个真正有才智的人 我啊? 隨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审判自己的 我没必要留在这里 那 我想 在我的星球上面 有一只很老的老鼠 在晚上下 我听到他的声 你可以审判他 又或者时不时 判一判他死刑 所以 他的生命 取决于你的判决 但是 你要有节制地去利用这只老鼠 每一次判刑之后 都要赦免回他 因为 你只得一只老鼠 但是 我不想判死刑 我想 我还是想走 不行 当小王子 准备好一切之后 为了不想令到这个年老的国王难过 他说 如果陛下 你想要得到我的服从 那你可以下达一个合理的命令给我 例如说 你可以命令我 在一分钟之内必须离开 我认为 这个条件是很成熟的 国王并没有回答 在开始的时候 小王子就有点犹疑不决 然后叹了一口气 就离开了 国王好急地叫了一句 我派你做我的大使 国王得起了一个 很有权威的款式 小王子在旅途之中 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大人真是奇怪 第十一章 第二个行星上面 住了一个贪慕虚荣的人 哎呀呀 我见到一个崇拜我的人 过来拜访我了 那个贪慕虚荣的人 一见到小王子 离远就叫了起身 在那些贪慕虚荣的人的眼中 其他人都成为了他们的崇拜者 小王子他说 你好啊 你顶帽好奇怪啊 那个贪慕虚荣的人说 这顶帽是用来向其他人致謝的 当有人向我欢呼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顶帽来去多謝他们 可惜 并没有一个人经过这里 小王子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说 蛤 什么是这样的吗 那个贪慕虚荣的人 又给了一个建议小王子 你拿你的左手去拍下你的右手 小王子拍了一下 这个贪慕虚荣的人 就懒不是谦虚地举起了顶帽 来向小王子表达謝意 小王子心想 这个人比国王更加有趣 所以他又继续拍手 那个贪慕虚荣的人 又举起了顶帽 向他表达謝意 小王子就是这样做了五分钟 之后就开始对这一种无聊的事情 觉得有点厌倦 他说 如果我想整跌你顶帽 我应该怎么做好 这一次 这个贪慕虚荣的人 完全听不入他的说话 因为 但凡贪慕虚荣的人 只是听得明白赞美的说话 他跟小王子说 你是不是真的很欣赔我 欣赔是什么意思 欣赔就是指 我是这个星球上最漂亮的人 衣服最好看的人 最有钱的人 最聪明的人 但是 你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人来的 来了来了 让我高兴一下 麻烦你帮下手 过来欣赔我 小王子轻轻地缩了肩膀 他说 我欣赔你 但是 这样 好好玩吗 于是乎 小王子就走开了 小王子在旅途上面 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说话 这些大人 真是好古怪 第十二章 小王子所拜访的下一个星球上面 住了一个酒鬼在那裡 访问的时间非常之短 但是 他就令到小王子非常之忧伤 你在做着什么 小王子问个酒鬼 那个酒鬼 十分之沉默地坐在那里 面前有一大堆的酒瓶 有一些有酒在那里 而有一些是空的 那个酒鬼很忧鬱地说 我喝酒 你为什么要喝酒 为了忘记 小王子已经开始有些可怜这个酒鬼 他问 要忘记些什么 那个酒鬼蹲低头 然后跟小王子坦白 为了忘记我的羞愧 小王子很想帮他 你羞愧些什么 我羞愧 我羞愧 我喝酒 那酒鬼说完之后 就再都没有开口说话 小王子拷头地离开了 在旅途之中 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大人真是好奇怪 第十三章 第四个行星 是一个实业家的星球 这个人 忙得不可开架 小王子来到的时候 他甚至乎没有时间握高头 小王子跟他说 你好 你好 你知已经熟了 三加二等于五 五加七等于十二 十二加三等于十五 你好 十五加七 二十二 二十二加六 二十八 哎呀 一共是五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二十 五亿 是什么 哎呀 你还在 五亿一百万 死火了 忘了计算到哪 我忙得抽筋 我是个很严肃的人 我从来都没有时间跟你谈谈 二加五啊 七啊 五亿一百万 是什么 小王子又再问了一次 一旦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从来都不会放弃 这个实业家 我高头 他说 在我住在这个星球的五十四年以来 我只是被人打搞过三次 第一次是二十一年前 不知在哪里 飞着一只金甲虫过来搞搞阵 他发出了一些很得人害的噪音 令到我在计算一条数的时候 错了四次 第二次是在十一年前 是和风湿发作有关 因为我没有时间运动 我没有时间去散步 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现在 你一次是第三次 我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五亿一百万 几百万什么 这个实业家知道 自己想耳根清静 应该没有希望 他说 几百万个很小粒的东西 有时这些小粒东西 会出现在天空上面 你是说乌鹰啊? 不是啊 是那些闪亮亮的东西 是不是蜜蜂啊? 不是啊 是一些金黄色的东西 这些东西 有时会令到那些烂虫 胡思乱想 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我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 哦 你是不是说星星啊? 是啊 是星星 那你要用这五亿粒星星来做什么? 是五亿一百六十二万七百三十一粒星星 我是一个严肃的人 我非常之精确 你拿这些星星来做什么? 我拿这些星星来做什么? 是啊 我没有想着拿它们来做什么 它们都是属于我的 那些星星是属于你的? 是啊 但是我已经见过一个国王 他 他们只不过是进行统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那么多星星来做什么? 如果有人发现了其他的星星的话 有钱就可以去买其他的星星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人想问题的方式 十足十个走鬼 但是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 为什么你说那些星星是你的? 不是我 那你说是谁的? 那实业家有点不太老皮的 执了小王子一句 小王子他说 我不知道 不属于任何人 那就是属于我的了 因为我是第一个想到这件事 那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你发现了一粒 没有主人的鑽石 那这粒鑽石就是属于你的了 当你发现一个岛没有人在 那这个岛就是你的了 当你率先想到一个办法 你就可以去申请专利 那这个办法就是属于你的了 既然在我之前没有人想过 要去占有了这些星星 那我就可以占有这些星星 你又说得对 但是你拿他们来做什么? 我负责经营和管理这些星星 我一次又一次地计算他们的数目 这是一件十分之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 小王子仍然不太满足 他说 对我来说 如果有一条颈根 我可以拿它来围住一条颈 然后带走它 我有一朵花的话 我就可以摘下我朵花 然后把它带走 但是你怎么摘那些星星下来 我的而且确摘不到他们 但是我可以把他们放在银行里面 那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把那些星星的数目 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就把这张纸锁在一个小桂桶里面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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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挺好玩 整件事很有思义 但是不算上是什么正经的事情 关于什么是正经的事情 小王子的看法和那些大人的看法非常不一样 他又继续说 我有一朵花 我每天都会帮它淋水 我还有三座火山 每个星期都会帮它们清洁一次 就连死火山都会清洁 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复活 我拥有火山和花 这样对我的火山来说有好处 对我的花来说也有好处 但是你对那些星星有什么好处 实业家无言以对 于是乎小王子就走了 在旅途之中 小王子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这些大人真是奇怪到极点 第十四章 第五个行星非常之奇怪 是那些星星里面最小的一个 行星上面今晚就可以放得下一盏路灯 和一个点着路灯的人 小王子都想不明白 这个坐落在天空某一个角落 既没有房屋 又没有居民的行星上面 有一盏路灯 和一个点灯的人有什么用 小王子的心想 可能这个人有点短短的 但是比起国王 比起那个贪慕虚荣的人 那个实业家和走鬼 怎么都要好些 至少他的工作还有少议意 当他点着路灯的时候 就好像他增添了一颗星星 或者一朵花 当他点了一盏路灯的时候 就好像令到星星和那些花 睡着了一样 这份工都挺有趣 就好像真的很有用 小王子来到了这个星球上面 很尊敬地和这个点灯的人打招呼 早晨啊 你刚才为什么要把路灯关掉 早晨啊 这是命令 那个点灯的人这样回答 什么是命令啊 就是我要点了一盏路灯 晚上好 于是乎 他又点了一盏路灯 那你又怎么着它干什么啊 这个是命令 我不明白啊 没有什么需要明白 命令就是命令 早上好 于是乎 他又关了一盏路灯 然后他拿了一块 红色方格的手跟仔 抹了抹额头 他说 我所做的是一份很可怕的职业 以前还说过去 早上熄灯 晚黑亮灯 剩下来的时间 早上我就休息 晚黑我就睡觉 那后来这个命令改变了啊 是不是啊 命令并没有改变 慘就慘在这里了 这颗行星 一年比一年转得更加之快 而命令竟然没有改变了 那结果怎么办啊 结果就是 每分钟转一圈 我连一秒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 每分钟我都要穿一次椅 熄一次椅 真是有趣啊 在你这里 每一天只有一分钟那么长 一点都不有趣 我们两个在这里聊天 就已经聊了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 是啊 三十分钟 三十日 晚上好 于是乎 他又点着了他的盏灯 小王子看着他 他很喜欢这个点着路灯的人 那么忠诚自己的命令 这个时候 他想起自己以前 会去移动自己的盏 沉着日落的那件事 他很想帮一下这位朋友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令你休息 你想什么时候休息都可以 我真的很想休息 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忠实的 又是懒惰的 小王子继续说 你这个行星那么小 你三步就可以兜它一圈 只要你慢慢走 你就可以一直都在太阳的照耀底下 你想休息的时候 你就这样走咯 那你的早上不是有多长就有多长咯 这个办法帮不到我多少 因为生活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睡觉 唉 真是不幸 真是不幸 早上好 于是乎 他又熄了盏灯 小王子在他继续向前的旅途之中 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人一定会被其他那些人 国王 贪慕虚荣的人 走鬼 实业家看不起的 但只有他 不让我觉得荒唐和可笑 那可能是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其他的事情 而不是他自己 小王子叹了一口气 又跟自己说 本来 这个是我唯一可以和他做朋友的人 但是他的星球实在太小了 根本上就住不了两个人 小王子并没有勇气承认的是 他流暖一颗令人赞美的星星 特别是因为那里每二十四个钟 就可以有一千四百四十次日落 第十五章 第六个行星就要大十倍了 上面住了一个老伯伯 他那里写了一本很大的书 哈哈哈哈哈哈 来了一个探险家 老伯伯叫了小王子的时候这样说 小王子坐在那张桌旁边 有点点气和气喘 他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 老伯伯问小王子 你是在哪里来的 小王子他问 哇 这本这么大的书是什么书来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我是一个地理学家 什么是地理学家 地理学家 是其中的一种学者 他知道哪里有海洋 哪里有江河 城市 山马 和沙漠 哇 那都挺有趣的 那才是做事的 小王子向着四周围 望了望这个地球学家的星球 他从来都没见过 一粒这么壮观的行星 你的星球真是美 上面有没有海的 这一层我不知道 小王子很失望 哈 那山墨呢 呃 我也不知道 那城市 河流 沙漠呢 呃 我也没办法知道 但是 你不是一个地理学家来的吗 一点都没错 但是 我不是探险家 我的手下 一个探险家都没有 地理学家 是不去计算城市 河流 山马 海洋 和沙漠的 地理学家很重要 是不可以四周围去的 他不可以离开他的office 但是 他可以在office里面 接见探险家 他会问探险家 把他们的回忆都记下来 如果他认为 其中有一个探险家的回忆是有意思的 那地理学家 就会调查一下 这个探险家的品格 为什么 因为 一个说大话的探险家 会为地理学家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同一个道理 一个太喜欢喝酒的探险家 也是这样 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喝醉的人 会把一样东西看成两样东西 那地理学家 可能就会把只得一座山的地方 写成有两座山 我认识一个人 如果他真的去搞探险的话 那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探险家 是啊 所以 如果探险家的品格不错 那就可以对他的发言进行调查 是不是去看看 不是 那太复杂了 我们只需要叫那些探险家 把证据拿出来 例如 如果他发现了有一座山 那就要求他带一构大的石头 回来 那地理学家忽然忙了起身 这么巧 你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你是一个探险家 来啦来啦 和我介绍一下你的星球 于是乎 已经打开了那本登记簿的地理学家 就慢慢地在刨圆筆 他首先用圆筆 将探险家的罪述 摘下来 等探险家提出证据之后 再用墨水筆将它寄下来 那地理学家又继续问 怎么样 小王子他说 哈? 我那里啊? 没什么意思的 那里很小的 我有三座火山 两座是活火山 一座已经熄了 但是世事的东西很难说 哦? 很难说? 我还有一朵花 我们是不会记载那些花的 为什么? 花是最美的东西来的 因为花是很短暂的 什么是短暂的? 地理学的书籍 是所有书籍里面最严肃的书 这些书从来都不会过时 很少会出现一座山变换了位置 又或者是一个海干塞堂的现象 我们要写永恒的东西 小王子打断了地理学的 但是 熄了火山也有可能会再次复苏 那什么是短暂的? 一个火山 熄了也好 醒回也好 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说 都是同一件事 对我们来说 重要的是山 山 是不会变换位置的 但是 短暂是什么意思? 小王子一而再再再而三感问这个问题 他一旦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从来都不会放过 意思就是 很快就会有消失的危险 那我那朵花是否很快就会消失? 当然了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我朵花是短暂的 而且 它只有四条刺来抵御外敌 但是 我还要将它一个人留在家里面 这一次 是小王子第一次后悔 但是 它又马上振作了起身 我想去其他地方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 去地球的行星那里 它的名望很高 于是乎 小王子就走了 他一路走 一路在想着 他的那朵花 第十六章 第七个行星 于是乎 就是地球了 地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星 上面 有一百一十一个国王 当然 没漏到那些黑人的国王 有七千多个地理学家 九十万个实业家 七百五十万个走鬼 三亿一千一百万个 贪慕虚荣的人 也就是说 若摸有二十亿的大人 为了令到你对地球的大势有一个概念 我想要和你们说 在法明殿之前 在六个大洲上面 为了点着那些路灯 就需要维持一对 人数是 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的真正大军 长远一点的地方 看下去 它会给人一种很壮观 和很辉煌的印象 这支军队行动起身 就好像歌剧语里面 那些芭蕾舞的动作那样 是有多么有条不紋 首先出现的是 纽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点灯人 亮灯之后 他们就去睡觉了 于是乎 就轮到中国 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 走上舞台 然后 他们也躲在幕后 于是乎 又轮到俄罗斯 和印度的点灯人 然后 就轮到非洲和欧洲 接下来 是南美 然后 就是北美 他们从来都不会搞错 他们上场的次序 真是巴之弊 北极只得一盏路灯 南极也都只得一盏 唯独是北极的点灯人 和南极的同行 得他们可以过着一些 空限和懒散的生活 他们每年 只会工作两次 第十七章 当我们上了一句说话 说得有趣一点的时候 那这句说话 可能就会有少少浮夸 在和你们说点灯人的时候 我就没有那么忠实了 很可能 会为不了解我们这个星球的人 造成一个错误的概念 在地球上面 人所占据的位置非常之小 如果在地球上面的二十亿居民 全部都站在那里 而且好像开会那样 再迫一点 那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一个 二十海里的正方形的广场 也就是说 可以将整个人类 集中在太平洋里面的 一个最小的岛序上面 当然啦 那些大人是不会相信你们的 他们自以为需要 占据很大的地方 他们会将自己 当成的后面包树 那么大 和那么厉害 你们可以建议他们去计计 这样的话 就会令到他们很高兴 因为他们非常喜欢数目次 但你们不需要浪费时间 去做完这些架无聊 那么令人欠眼的算术 真的没有这样的必要 你们可以完全相信我 小王子来到地球之后 觉得很奇怪 他一个人都见不到 他正在担心自己走错星球 就在这个时候 在一片沙地上面 有一个月光式的圆环 正在那里滚滚滚滚 小王子有些不太确定地 随便说了一句 晚安 跳蛇跟他说 晚安 我现在在什么行星上面 在地球 在非洲 蛤? 难道地球上面是没有人的? 这里是沙漠 沙漠里面没有人 地球很大的 小王子坐在石头上面 我高头望着天 然后说 我在想 这些星星在闪闪闪闪闪 是否为了令到每个人 将来有一天 都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星球呢? 你看看 我那粒行星 它刚好就在我们的头顶上面 但是 它离我好远了 它真是好美 你来这里准什么? 我和一朵花叫了架 什么? 于是乎 他们两个都沉默了下来 小王子终于又再开口 那些人在哪里? 在沙漠上面 真是好孤独 去到有人的地方 不又是这么孤独? 小王子眼都不眨望着一条蛇 他终于开口说 你真是一只很奇怪的动物 小得好像一只手指一样 但是 我比一个国王的手指更加有威力 小王子微笑着地说 哈哈 你哪有什么威力? 你连脚都没有 想去旅行都去不了 我可以将你带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远过一只船可以带你去的地方 嘶嘶嘶 蛇盘距了在小王子的脚腕上面 就好像一只金额一样 蛇他说 被我碰到的人 我就可以将他送回乡下 但是你很纯洁 而且是在另外一个星球那里来的 嘶嘶 小王子并没有回答他 在这个布满岩色的地球上面 你这么弱小 我真是很可怜你 如果你开始挂着你的星球的话 那个时候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 嘶嘶嘶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是为什么你说话的口吻 这么像人家去估那些谜语 所有的谜语 我都可以解开的 嘶嘶嘶 于是乎 他们又都沉默了起身 第十八章 小王子穿过沙漠 他只见过一朵花 一朵有三块花繁的花 一朵很不起眼的小花 小王子他说 你好啊 朵花说 你好 请问那些人去哪里啊 小王子很有礼貌地问 有一日 朵花曾经见过一枝落头商队走过 人啊 我想大概有六七个人吧 是几年前 我曾经见过他们 但是 我真是不知道 要去什么地方找他们啊 那些风吹着他们四周跑 他们没跟着的 这样对他们来说 真是很不方便啊 再见啊 再见 第十九章 小王子爬了上一座很高的山上面 以前他所见过的山 就是那三座 连他的膝头都没有那么高的火山 而且他还将那座熄了的火山 当成是他的座椅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在那座那么高的山上面 我一眼就可以见到整个星球 还有所有的人 但是 他所见到的 只不过是一些非常之锋利的悬崖峭 小王子试探性地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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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奇怪 在上面 全部都是那些干蒸蒸 又尖 又利 又苦劫的东西 那些人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他们只懂得重复其他人跟他说的说话 在我乡下 我有一朵花 他总是会第一个说话的 第二十章 在沙漠 岩石 雪地上 走了很长时间之后 小王子终于发现了一条大路 所有的大路都是通向人住的地方 小王子说 你好 这里是一个玫瑰盛开的花园 那些玫瑰花说 你好 你好 小王子看着这些花 他们全部都和他觉得花一模一样 小王子十分惊奇地问 你们是什么花来的 那些花跟他说 我们是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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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他说 哈 他觉得自己非常之不幸 他的那些花曾经跟他说 他是整个宇宙里面 独一模二的一种花 但是 单单在这个花园里面 就足足有五千朵一模一样的这种花 小王子自然自语地说 如果他见到这些花 他一定会很生气 他可能会咳得更加厉害 而且为了不要被人笑 他会炸死 这样的话 我还要扮到去救回他 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 他为了令我难堪 他可能真的会死 我一会他又继续说 我还以为我有一朵一模二的花 原来我所拥有的那朵 只不过是一朵普通的花 这朵花再加上三座 和我膝头哥那么大的火山 而且还有一座可能永远都不会穿 你一切都不会令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王子 于是乎他就躺在草丛里哭了起身 第二十一章 那朵狐狸说 我不可以跟你一起玩的 因为我还未被顺服 小王子他说 哦 真是对不起 他想了一会儿 又继续说 什么叫做顺服 那朵狐狸说 你一定不是这里的人顶了 你来这里找什么 小王子他说 我来找人的 什么叫做顺服 狐狸他说 人 他们有枪 他们还会打猎 真是很麻烦 他们唯一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他们也都养鸡 你是不是过来这里找鸡 小王子他说 不是啊 我是来找朋友的 究竟什么是顺服 狐狸他说 这一件 是一早已经被人遗忘了的事情来的 它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 一点都没错 对我来说 你只不过是一个男子 就好像其他千千万万的男子一样一样 我不需要你 你同样也不需要我 对你来说 我亦都只不过是一只狐狸 和其他千千万万的狐狸一样 但是 如果你纯服了我 我们相互之间 都不可以缺少对方了 对我来说 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唯一 我对你来说 亦都是这个世界的唯一 小王子他说 我有点明白了 有一朵花 我想 它将我纯服了 狐狸他说 那是有可能的 在这个世界上 怎样的事情 都有可能会见到 但是 这一件 并不是发生在地球上的事情 狐狸觉得很奇怪 他问 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面 是啊 那在那个星球上面 有没有猎人的 没有 真是很有意思啊 那会不会有鸡的 没有啊 狐狸叹了一口气 然后又说 唉 那世事 又没有十存十美的 过了一阵 狐狸又把话题 拉回来 他说 我的生活很单调 我去捉鸡 而那些人又捉我 所有的鸡 全部都一样 所有的人 也都全部一样 所以 我觉得有点悶啊 但是 如果你俗服了我 我的生活就一定会很愉快 我可以认到 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 其他的脚步声 会令到我躲在地底那里 而你的脚步声 就会像音乐一样 令到我 在洞穴那里走出来 再说啊 你看 你见不见到那边的墨田啊 我不吃面包 所以墨田对我来说 一点用都没有 我对墨田无动于衷 而这样的话 真的很令人扫兴啊 但是 你的头发是金黄色的 所以 一旦你俗服了我 那整件事就会很美妙了 墨田都是金黄色的 它会令到我想起你 而且 我甚至乎会喜欢 风吹墨田的声音啊 狐狸没有再说话 一直看着小王子 过了一会儿 狐狸他说 请你俗服我啦 小王子他说 我很愿意做这件事 但是 我时间不多了 我还要回去找朋友 还有很多事物要了解 狐狸他说 之后被俗服了的事物 才会被了解 人不会再有时间去了解任何的东西 他们总是可以在商人那里 去买到现成的东西 因为世界上 里面还没有购买朋友的商店 所以人就没有朋友了 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 那便就俗服我啦 小王子他说 那应该要怎么做啊 即狐狸说 应该非常有耐心 他说 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坐在草场里面 坐得离我远一点 我用眼角看着你 你什么都不需要说 话语是误会的根源 但是 每日你都会再坐迈些 第二日 小王子又来了 即狐狸说 你还是在原先的时间来好些 例如说 你下午四点来 那从三点开始 我就会开始感到幸福 时间越近 我就会觉得越幸福 去到四点的时候 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 但是 如果你随便在任何时候来 我就不知道应该 几时准备好我的心情 应该要有一定的仪式才行 小王子他问 什么是仪式呀? 狐狸他说 这一件 也是一早已经被人忘记了的事情 也就是说 它令到某一日 和其他的日子与众不同 令到某个时刻 和其他的时刻不一样 例如说 我的那些猎人 就是一个仪式 他们每逢星期四 都会同村里面的那些姑娘跳舞 于是乎 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我可以一直散步去到葡萄园那里 如果那帮猎人 时时刻刻都在那里跳舞 那每一日都会一样 我就不会有家企了 就是这样 小王子 纯服了狐狸 去到当小王子 快要离开的时候 那只狐狸说 唉 我一定会哭的 小王子他说 一日都是你不对 我本来 不想带任何的痛苦给你的 但是 你就是要我祝福你 那只狐狸说 你说得没错 小王子他说 你快要哭了 那只狐狸说 那当然了 小王子他说 那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狐狸说 因为墨田的颜色 我就是有好处的 过了一会儿 狐狸又继续说 你再去看一下那些玫瑰 你一定会明白 你的那朵花 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玫瑰 你回来跟我告别的时候 我会再送一个秘密给你 于是乎 小王子又去了看那些玫瑰 小王子他说 你们一点都不像我的那朵玫瑰 你们什么都不是 小王子继续跟那些玫瑰说 没有人纯服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纯服过任何人 你们就像我那只狐狸之前那样 在那个时候 他只不过是一只 和千万只其他狐狸一样的狐狸 但是我现在已经将他 当成是我的朋友 于是乎 他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这个时候 那帮玫瑰觉得十分难堪 但小王子并没有停下 他继续说 你们很漂亮 但你们是空虚的 没有人会为你们去死 当然了 我的那朵玫瑰 一个普通路过的人 会以为他和你们一样 但是他一朵花 就被你们全部加起来都还要重要 因为他是我亲自帮他淋水的 因为他是我放在玻璃罩里面的 因为他是我拿屏风保护起来的 因为他身上的毛毛虫都是我消灭的 除了留下两三只会变成蝴蝶的毛毛虫之外 因为我听过他埋怨 和听过他自己赞自己 甚至乎有时我听到他的沉默 因为他是我的玫瑰 小王子又回到狐狸身边 他说 再见 狐狸他说 再见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 很简单 只有用心才可以看得清楚 真实的东西 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真实的东西 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小王子又重复了这句说话 等自己可以记在心里面 狐狸他说 正正是因为你为玫瑰花费了时间 这样才令到你的玫瑰变得那么重要 正正是因为你为玫瑰花费了时间 这样才会令到你的玫瑰变得那么重要 小王子又重复了一次 要令到自己记住这一切 狐狸他说 那些人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 但是你不应该忘记他 你现在就要对你 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 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 小王子又重复了一次 第二十二章 小王子他说 你好啊 一个专门负责在铁路的歪形路口那里 切换路轨的工人说 你好啊 小王子他问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那铁路工人说 我在这里分派着旅客 每一千个人分成一派 然后将他们拿部火车运走 有些就运去右边 有些就运去左边 这个时候有一部灯火通明的列车 隆隆的响了起身 搞到整个控制室都震了起身 小王子他说 他们这么匆忙 要去找些什么呀 我鬼知道吗 铁路的那个人自己都不知道 于是乎 第二部灯火通明的火车 又向着双粉的方向隆隆的开了过去 小王子他问 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又回来 那个铁路工人说 他们不是原先那帮人 这次是对面开过来的列车 可能是他们不喜欢在那里住 那些人从来都不会满意自己所住的地方 这个时候 第三部灯火通明的列车 又隆隆的开了过去 小王子他问 这帮人是不是在追随第一批旅客 他们什么都不追随 他们只是在里面睡觉 又或者打喊炉 只得小朋友 会把鼻子贴在玻璃那里 看窗外面 只得小朋友知道 他们在寻找些什么 是不是 他们会放很多时间 在那个布公仔身上 这个布公仔就变成了很重要的东西了 如果有人抢走了他们的布公仔 那他们马上就会哭 他们真是幸運 第二十三章 小王子他说 你好 有一个商贩说 你好 这个人是专门卖能够止喝的精製药丸的商贩 每个星期写一粒药丸 就不会觉得颈喝 小王子他说 你为什么会卖这些东西的 商贩说 因为这样可以省一点时间 那些专家计算过 这样的话 每个礼拜 就可以省回五十三分钟 那用这五十三分钟来做什么 隨便你做什么都行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我可以省回五十三分钟 那我就可以塌塌塌塌地去喝山泉水了 第二十四章 这一天 是我在沙漠上出事的第八天 在小王子说完 关于这个相反的故事之后 我刚好喝完我最后的那滴水 我跟小王子说 唉 你回忆的这些故事真是美好 但是 我的飞机还没弄回 我已经没水喝了 如果我都可以塌塌塌塌地去喝山泉水 我一定会很高兴 小王子跟我说 我的朋友狐狸 我打断了他 我说 大哥 现在还说什么狐狸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快到快要喝死人了 小王子并不理解我说的什么 他跟我说 就算快要死 有一个朋友也好 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狐狸朋友 而觉得很高兴了 我在心想 小王子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他好像从来都不颈渴和肚饿似 只有有阳光他就会满足的了 他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又跟我说 我都有一些颈渴了 不如我们一起去找个井 我的样子有点不耐烦 在一个这么大的沙漠里面 万无目的地去找个井 真是瘋了 但是最后 我们还是走了去找 当我们万无目的地走了几个钟之后 天开始黑 星星也开始发光 因为太过颈渴 我有点点发笑 我看着那些星星 就好像在那里发梦 小王子的说话 就在我的大脑里面跳来跳去 我问他 你都会颈渴吗?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只是跟我说 水对心是有好处的 我不明白他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有出声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问他 他也累了 坐下来 而我也在他身边坐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 他又说 星星是很漂亮的 因为有一朵人看不到的花在那里 我跟他说 那当然了 我把口虽然这样说 但是我的视线 就看着月光下面沙漠的接受 他又说 沙漠是很漂亮的 的确是这样 我一直都很喜欢沙漠 坐在一个沙漠上面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 但是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在默默地散发着光芒 令到沙漠更加漂亮的 就是在某个角落里面 会藏了一个井 我很惊讶 我跟小王子说 是啊 无论是房屋 星星 还是沙漠 令到他们漂亮的东西 从来都是看不见的 小王子他说 我真的很高兴 你和我的狐狸朋友的看法一样 小王子睡着了 我就将他抱在胸口里面 之后又重新上路 我很激动 就好像抱着一件很脆弱的宝物 就好像在地球上面 不会再有比他更脆弱的东西 我借着月光 望着那副惨白的面容 那对紧闭的双眼 和那些随风摆动的头发 这个时候我和自己说 我所见到的东西都只不过是表象 最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因为见到他微微抹大嘴唇 看起来好像微笑着 我又自言自语地说 在这个熟睡的小王子身上 令到我非常感动的 是他对那朵花的忠诚 是在他心里面 闪烁着的那朵玫瑰花的形象 这朵玫瑰花 就算在小王子睡着的时候 也会好像一盏灯的火焰似 在他身上闪耀着光辉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更脆弱 就好像在保护一盏灯的火焰似 因为一阵风都有可能会把他吹熄 于是乎 就是这样走着走着 我在天蒙光的时候 找到一个井 第二十五章 小王子他说 那些人不停迫入火车里面 但他们就不知道究竟在找着什么 于是乎 他们就忙碌碌碌 不停地在这儿兜圈 其实真的没有这样的必要 我们最终所找到的这个井 和萨哈拉沙漠的那些井不一样 萨哈拉那些井 只不过在沙漠里面画的洞 而这个井就好像村口里面的那些井 但问题是 这里并没有任何的村庄在 所以我还以为自己在发梦 我和小王子说 真是奇怪 所有的东西都是现成的 不单止有滚轮 有绳 还有水桶 小王子笑了起身 他拿着条绳 慢慢地转动那个滚轮 那个滚轮就好像一个 很久都没有风吹动过的旧风向标 发出了一些咬咬咬咬的声音 小王子他说 你听下 我们叫醒了这个井 他现在就在唱着歌 我不想他那么辛苦 所以我跟他说 等我来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太粗重了 我慢慢地把水桶拿到井上 我把它很稳定地放在那里 我的耳朵里面 还听到那个滚轮的歌声 它依然在水上面移动 我亦都看到太阳的倒影 正在那里跳动 小王子他说 我正正就是需要喝这些水 给我一点点喝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他想要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我把桶放在他嘴边 他闭上双眼在那里喝 就好像过节一样那么愉快 这些水不仅只是一种饮料 他是披升大雨 走了很久才找到 是在那个滚轮的歌声之中 经过我的双手 努力得回来的 他就好像一件礼物似 位置着我们的深田 在我小时候 圣诞树的灯光 午夜尼撒的音乐 甜蜜的微笑 这一切都令到圣诞节的时候 我所收到的礼物 影响着幸福的光彩 小王子他说 你这里的人在同一个花园里 种了五千朵玫瑰 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 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跟他说 他们不会找到的 但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 就可以在一朵玫瑰花 又或者是小小的水里面找到 我说 是啊 一点都没错 小王子又加了一句 眼睛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应该用心去寻找 我喝了水 好痛快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沙漠在神兴时分 散发着蜜蜂一样的光泽 这些好像蜜蜂一样的光泽 也都令到我觉得很幸福 为什么我要难过呢 小王子又重新坐在我身边 他很温柔地跟我说 你应该去实践你的诺言 我问他 是什么诺言 你不是不记得吧 你不是说要帮我那只羊仔 画一个口罩的吗 我要对我朵花负责的 我在个袋里面 拿了那些画稿出来 小王子见到 然后笑着地画 哈哈哈哈 你画的那些后面包树 真的很像一棵白菜 不是吧 我还以为 我所画的后面包树 很漂亮 小王子又继续说 你画的那只狐狸 它那对耳朵 那么像一只角 而且 是不是长了一点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 他又笑了起身 我跟他说 哈!你个豆釘啊 你这样说就有点不公道了 我以前只画过一条 吞了一只大笨象的蛇 你还想我怎么 小王子他说 嗯 那就足够了 那些小朋友 会认得出的 然后 我就用圆笔 画了一个口罩 当我将他递给小王子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有点难过 我跟他说 其实你有些什么打算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不过 他并没有回答我 他跟我说 你知道的 我在地球上面 明天就刚刚一年了 他沉默了一阵 然后说 我就是在这里附近那里下来的 这个时候 他整块面都红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又忽然间觉得 有点莫名其妙的心酸 这个时候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在一个星期之前 也就是我认识你的那天早上 你单独一个人 在这么空旷的地方那里走来走去 也就是说 这样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你是想回到 你降落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啊 小王子的臉又红了起身 我那些犹疑不决地又说了一句 你不是因为周年纪念日 要回去啊嘛 小王子的臉又红了起身 他从来都不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臉红就等于默认 难道不是吗 我跟他说 但是 我有点害怕 小王子打断了我 他说 你现在应该回去做事了 你应该回到你那部机器那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明天晚上再过来 但是我不放心他自己在那里 我想起狐狸那句话 如果被人纯服了的话 就可能会哭的 第26章 在个井旁边 有一栋残绝不堪的石墙 第二天晚上 我做完事回来的时候 我离远就见到小王子坐在石墙上面 两只脚在那里吊吊吊 我听见他正在跟其他人说话 你为什么会不记得左架 绝对不在这里 我隐隐弱弱地听到 有另外一把声在回答他 那把声说 没错 没错 日子是对的 但是地点就不在这里 我继续向着墙墙走过去 我还是见不到 我也听不到任何人的声音 但小王子又继续说 那当然了 你会在沙里看到我的脚印 是从哪里开始的 你在那里等我就可以了 今天晚上我会去那里找你 我离那幅墙有二十多米 但是我依然什么都看不到 小王子沉默了一阵 他又继续说 你的那些毒液 是不是真的行的 你真的可以保证 不会令我痛苦很久 我有点焦虑地走上去 但我仍然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回事 小王子他说 你现在出发先 我准备要下来了 于是乎 我就望了望长脚 我吓了一条 在那里 有一条金黄色的蛇 正在那里打着的身 望着小王子 那些黄蛇 半分钟就可以拿你命 我一路找个袋 拿了枪出来 一路跑过去 但是一听到我的脚步声 那条蛇 就好像一条干了的水柱一样 慢慢地捐入沙里面 他很劳定地 捐入那些石头的垃圾里面 发出了一些很轻微的 金属撞击的声音 我来到墙边的时候 刚巧就接着了 在墙上跳下来的小王子 他臉就好像雪一样 那么白 我说 你在搞什么 你为什么和蛇聊天 我解开了他那条 一直都揽在一条颈上的 金黄色的颈巾 我沾了些水 捉了他的太阳穴 又给了他喝水 这个时候 我什么都不敢再问他 他很严肃地看着我 用两只手 抱着那条颈 我感觉到他的心 就好像一只被子弹 击中的小鸟 用那个贫临死亡的心脏 不停地跳动 他跟我说 我很高兴 你找到你那部机器 所缺少的东西 你没多久之后 就可以回家了 我问他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正正就是过来和他说 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 我竟然成功地 弄好我的飞机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继续说 我亦都一样 今天 我就要回家了 然后 他有些忧伤地说 我所要回去的家 比你软得多 亦都要难得多 我很清楚地感受到 发生了某一种不尋常的事情 我将他当成一个小朋友 很大力地 抱着他在胸口里面 但是 我感觉到 他在沉入一个 无底的深渊里面 我很想拉住他 但是我做不到 他的眼神很严肃 望着一个遥远的地方 他说 我有你画的那只羊 装着那只羊的那个箱 和套着他的嘴的口罩 他用带着忧伤的神情 未笑了起身 我等了很久 才觉得他的身体 慢慢暖起身 我说 你这个膝洞 你是不是很害怕 他真的很害怕 这一点无用置疑 不过 他仍然很温柔地笑着说 呵呵 今晚 我会更加之惊 我再一次意识到 将要发生一件 没办法弥补的事情 我觉得我的心 马上就碎了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一想到 再都没办法听到他的笑声 我就接受不到 这些笑声对我来说 就好像沙漠里面的金泉那样 我说 你这个石头洞 我还想听你笑 但是他跟我说 去到今天晚黑 刚好就是一年了 我的星球 刚好就在我上年降落的 那个地方的上空 我说 但是 会不会那条蛇 你的约会 还有星星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你的一场恶梦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跟我说 重要的事情 是看不见的 我知道 就好像花那样 如果你爱上了一朵 生在一粒星星上面的花 那么在夜晚黑 当你看着天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甜蜜和愉快 所有的星星上面 都好像开了花 我知道 但是 其实也都好像那些水 因为那个滚轮和那条绳 就令到你给我喝的井水 好像音乐一样 那么美妙 你记不记得 那些水真的很好喝的 我当然记得了 夜晚黑 当你我高头看着那些星星 我的那粒太小了 我没办法指给你看 我的那粒星星在哪里 不过这样反而更加之好 你可以认为 我的那粒星星 就在这些星星里面 这样一来 所有的星星 你都会喜欢看 这些星星 都会成为你的朋友 而且 我还要送一份礼物给你 他又笑了起身 我说 你知不知道 我最喜欢就是听你笑 是啊 这一样东西 刚巧就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就好像那些水 你说什么 每个人心目中的星星都不一样 对于旅行的人来说 星星是响道 而对于其他人来说 星星只不过是一些很小的灯光 对于另外的一些学者来说 星星就是他们探讨的学问 对于我所遇见的那个实业家来说 星星是金词 但是所有的这些星星都不懂得说话 而你呢 你那些星星将会是任何人都未曾有过的 你在说什么 在晚上 当你望着天空的时候 既然 我就住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 既然 我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笑 那对你来说 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跟你笑 那你将来见到的星星 就全部都是会笑的星星了 呵呵 这个时候 他又笑了起身 那么 在你得到这些安慰之后 你就会因为认得我 而感到高兴 人 怎样都需要自我安慰的 你将会永远是我的朋友 你就会想和我一起笑 有时 你会为了快乐 而不知不觉地打开了个窗 你的朋友 会很奇怪地看着你 对着天空在那里笑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们说 是啊 星星肯定是可以令我欢笑的 不过 他们肯定会以为你痴了 我的这个恶作剧 可能会令你很难堪的 呵呵 这个时候 他又笑了起身 那就好像 我并没有给到任何的星星你 而是给了一大抽 懂得笑的铃铃你 呵呵 他仍然在那里笑 但过了一阵 他忽然间就严肃了起身 在今天晚刻 你知道的 你不要来了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到时 那个样子会很痛苦的 有些像死了一样 会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要过来看这些东西了 没有什么必要 我不会离开你的 但是 他忽然间担心了起身 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东西 是因为那条蛇 我不想被他咬你 蛇是很坏的 他们很喜欢随便咬人的 我不会离开你的 这个时候 他似乎有点放心 他说 又是哦 他咬第二口的时候 应该已经没了毒液的了 在那天晚刻 我并没有见到他起程 他一声不出地跑走了 当我终于追到他的时候 他就很坚定地走快了几步 他只是对着我说 你…你真的来了啊? 于是乎 他就拖着我一只手 但是他仍然很担心 他说 你不应该这样做的 你会好难受的 我会看起身好像死了那样 但是 他不是真的 我沉默了起身 不知说什么好 他说 你知道的 路途实在太过遥远了 我没办法带着那一副身驱走 他太重了 我仍然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 但是 那就好像剥下的树皮一样 对于一块旧的树皮 并没有什么可悲的地方 我仍然没有说话 他有少少洩气 不过 又重新振作了起身 那其实都挺好啊 你知道的 我一定会见到星星的 所有的星星 都是会有一个 生瘦的滚轮的水井 所有的星星 都会倒水给我喝 我仍然没有出声 那是有多好玩啊 你将会有五亿个铃铃啊 而我将会有五亿个水井 这个时候 他也沉默了起身 因为他在那里哭 就在那里了 等我一个人自己走 他这个时候坐下来 因为他害怕 但是他仍然跟我说 你知道的 我那朵花 我是要对他负责的 而且他又那么弱小 他又那么天真 他只有四条 微不足道的刺 用来保护自己 用来抵抗外敌 我也都坐下来 因为我再也没办法站在那里 他又继续说 就是这些东西了 我全部都说完了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又站起身 他走前了一步 而我就动都动不到 在他脚腕附近 有一道金光闪了一下 刹那之间 他动都没动 他也没有叫出声 他轻轻地 好像一棵树似 塌在地上 可能是因为 那里是一片沙地 所以 就连一点声都没有 第27章 来到现在 一点都没错 已经过了六年了 我还是从来都没跟人 讲过这个故事 我的同伴见回我之后 都因为我可以生厄厄地回来 而感到高兴 而我就觉得很伤心 我跟他们解释 说这样是因为我很累 现在 我稍微得到了少少的安慰 也就是说 我还未完全可以平静下来 但是我知道 他已经回到他的星球上面 因为在那天早上 我并没有见到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并不是那么重 从此之后 我就很喜欢在晚上看着星星 就好像在傾听着五亿个铃铃的 但是 现在又发生了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 因为我帮小王子画的那个 被羊用的口罩上面 忘记了画皮带 我想他怎么都没办法 可以将它套在羊的嘴上面 所以我就在想 他的星球上面 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只羊仔 不会吃了他的花吧 有时我又跟自己说 绝对不会的 小王子每日晚刻 都会用玻璃罩 套着他朵花 而且他也会 盯着那只羊 一想到叻得 我就非常之高兴 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星星 都带着柔情 很小声地在笑着 忽然之间 我又跟自己说 人有时很难避免会疏忽的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马日晚刻 他忘记了套玻璃罩下去 又或者刚巧 那只羊仔在夜晚刻 不声不声地捐了出来 一想到这里 天上面那五亿个铃铃 就马上变成了眼泪 这个真是一个很深奥的秘密 对你们这些 喜欢小王子的人来说 就好像对我来说 无论在什么地方 又或者在某一个地方 如果有一只羊 就算我们并不认识它 吃了一朵玫瑰花 又或者没有吃一朵玫瑰花 那整个宇宙的面貌 都会截然不同 当你们看着天空的时候 你们可以想一下 那只羊究竟是吃了一朵花 还是没有吃到呢? 那你们看到的一切 就全部都会变成样 任何一个大人 永远都不会明白 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么重要 对我来说 这个是世界上最美 亦都是最凄凉的地方 它和前一页所画的 是同一个地方 我再一次把它画出来 就是为了可以令到你们 看得更加清楚 就是在这里 小王子出现在地球上面 后来 也正正在这里消失了 请你们仔细地 看看这个地方 等你们有一天 去非洲沙漠旅行的时候 能够准确地 认得出这个地方 如果你们有机会 经过这个地方 我求你们 不要匆匆忙忙地路过 请你们在那颗星星底下等一等 如果这个时候 一个小朋友向你走过来 如果他笑了起身 头发是金色的 如果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会回答你 你一定会猜到他是谁 那就请你们帮下手 等我不用那么悲伤 快快写信 告诉他 他又回来了 讲完 每一个大人的心里 都住了一个小朋友 在小时候 TVB曾经播过小王子 这一套卡通片 就好像一个朋友仔所说的 对了 他是拿来摄时间的 因为当时对我来说 这么闷 为什么这个故事可以 为什么玫瑰花中间 有个人仔飙出来 我对这个剧情是完全不记得的 只是记得那首主题曲 Bucci Plant Bucci Plant Lul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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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了的时候 接触这本书 才知道这本书 其实是很猛料的 是大人看到 流骂马尿的一本童话故事 我都在想 要不要把它变成广东话版 把它录下来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挺有教育意义 无论你是给小朋友听还是我们大过后再去体会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如跟我一个很喜欢小王子的朋友说的 这本书他看了十几次 但每次都会有新的体会 我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背景 和这个故事大概的内容 然后我就会结合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堯 所推荐的一本书《小王子的领悟》 来跟大家细数这个故事 它背后究竟是想表达什么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法国人 因为我的法文真的不太行 它的名字叫做Intru understand and Ghibli 我不想再读它全名了 所以之后我就叫它安东尼 安东尼很厉害到什么程度 它是进入法国的万神殿 这个万神殿在巴黎 里面总共供奉了72个人 你看它有什么隔离论写 你就知道安东尼是什么了 安东尼的隔离论写有谁呢 雨果 劳疏 服以太 居礼夫人 在安东尼的墓碑上有一句说话 是评价她一生的 就说她是一个诗人 作家 画家 和飞行员 她出生在一个法国的贵族家庭 有两个姐姐 一个妹妹 和一个金色头发的弟弟 她爸爸是一个白鸟 但在她四岁的时候中风死了 所以她妈妈就一个人 招待五个小朋友 在五个兄弟姐妹里面 和她最亲近的人就是她的弟弟 也就是整头都是金色头发的那个弟弟 但她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安东尼大约两岁 在她弟弟病的时候一直照顾她 甚至乎在小王子的本书里面 讲小王子最后被蛇咬到那一段 都是在回忆她弟弟 原文就是说 她的脚那里忽然间有一道金光闪过 她偷了一会儿一会儿 没有叫出声 然后就好像一棵树一样 忽然间倒下了 因为地上都是沙 她甚至乎连一些声音都没有发出 她小孩死了之后 她就成为了她家里的唯一一个男性 受到一战和她弟弟的离世影响 安东尼就开始创作一些讽刺时弊的漫画 和开始写诗 四年之后 也就是1921年 她就开始在军队那里服役 并且开始接受飞行员的培训 到1926年的时候 她就成为了一个游政的飞行员 成为了一个送信纯属 迅速送出的游妻叔叔 在这段时间里去了很多地方 而在1935年 安东尼就和她身边的另一个机械师 想着参加个比赛 挑战去打破巴黎 去到西贡的最短的飞行时间记录 西贡是越南的西贡 不是香港的西贡 赢了的话是会有15万的法郎 但飞了19个小时 就在沙哈拉沙漠那里坠机 不过幸好两个人都没有死 但因为在沙漠那里坠机 所以就没有水喝 熬了几天 两个人都开始出现幻觉 自己由小到大的一段经历 就在她的脑里面loop了一遍 去到第四天的时候 终于有一个骆驼商队经过 然后救了他们 而这件事也成为了小王子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部分 这本书是继《圣经》之后 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印刷最多的书 这本书所探讨的议题十分之丰富 例如什么是爱 朋友 孤单 责任 忠诚 还有死亡 它令到我们可以重新去认识一些很基本的价值 尤其是是爱和责任 安东尼其实用了六年的时间去思考怎样写这本书 最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一气苛城将它写出来 它的读者由三岁到九十岁都有 所以它不单是一个小朋友看的童话故事 更加是一个写给大人的童话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值得花时间去看的一本书 当你看透了这本书 你就相当于治愈了你的内心 看透了你的人生 理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小王子这个故事的开始 就是有一个飞行员 在一个非洲的沙漠里面飞机失事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他遇到小王子 小王子在见到他之前 其实已经去过其他的星球那里 他就在遇到这个飞行员之后 跟他讲述之前自己在其他的星球里的那些经历 最后那几日又跟飞行员一起去找食水 之后那部飞机弄好 小王子也要决定结束他的旅程 结束旅程的方式就是被蛇咀一口 因为他不可以带着他肉身回到自己的星球 只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整个故事就是讲了 在沙漠的这九天的时间里面的经历 但其实究竟小王子被蛇咀一口之后 有没有死到呢? 本书是没有交代的 虽然按常理推断他真的死了 但其实本书由头到尾都没有说过 说小王子他死了 其实对于一个童话故事来说 这个结局是很sade的 是没有happy ending的 没有那些什么王子和公主快活地生活下去 没有那些东西 没有人知道小王子有没有回到他的星球那里 有没有回到那颗玫瑰的身边 就是用这种好像迷语一样的方式 去跟所有的读者告别 而更加巧的地方就是安东尼他和这个世界的告别方式也是一样的 安东尼写小王子的时候正正就是爆发二战的时候 做得非行员一定是一个硬看来的 但他的内心其实是很细腻和很善良的 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人间悲剧在他的身边发生 就如同他在小王子里面所写的那样 有时真的不知道那些大人在做什么 在想着什么 为什么会做一些这么荒谬的事情 为什么会因为种族 因为意识形态的不一样 而要大打出手 要令到这么多人牺牲呢 在二战的时候他被逼流亡去到美国 所以小王子他的诞生地其实是在美国 按道理他其实可以在美国继续过着一些很安稳的日子 但去到他43岁的时候 他就毅然地放弃了这种安全和舒适的生活 再一次成为了一个飞行员 加入了抵抗德军的部队 当时就驻守在非洲的北部 去到1944年的7月31号 安东尼就拿着飞机去法国南部那里执行一个任务 然后他就好像小王子一样再都没有回来 一直都没有人找到那部飞机在哪里 也都没有人找到他的遗体 全世界的人都不愿意相信 安东尼就这样就死了 更加多的人相信他变成了小王子 回到那个属于他自己的B612星球 一直到2004年的时候 法国的文化部才在外海那里找回 安东尼当年所持有的那部P38战斗机 所以其实安东尼也都用他的人生和我们上了最后一步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我们几痛惜的亲人 几浪漫的爱情 再好的朋友 他都会有离开我们的一天 玫瑰会枯毁 狐狸会老 安东尼也都会死于空难 就连小王子都不例外 有时就是因为这种短暂 这一切才显得珍贵 玫瑰纯养了小王子 小王子纯养了狐狸 飞行员又纯养了小王子 正正就是因为这种短暂的相聚 他才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 狐狸在跟小王子离别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 重要的东西是要用心去感受才能够看得清楚 我们不可以只是用眼睛去看 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谁都好 就算他们离开了 我们仍然可以在内心里面怀念对付 因为我们很清楚 我们双方都建立了这种连结 我们双方都纯养了彼此 我们都是彼此独一无二的存在 玫瑰园里面可以有五千档玫瑰 但当我和玫瑰建立了这种连结之后 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小朋友 千千万万只狐狸 但当我们互相纯养了彼此 那我们在对方的心目中 就是独一无二 这个就是小王子的故事大致上的背景 和整个故事的脈絡 接下来就会通过小王子的领悟这本书 去和大家细数里面的一些 我们大人才看得明白的人生哲理 而整本小王子的蝙蝠都不长 我看看有没有时间 或者是看看大家喜不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就将它录成广东话 大家就可以完整地听一次了 OK 小王子的本书里面 他第一个和我们探讨的议题就是 我们的梦想 在故事里面 这个飞行员 他很小的时候很喜欢画画 他的志愿是做一个很出色的画家 在他小的时候他就画了一条蛇 那条蛇就吃了一只大笨象 他就去问大人 你害不害怕啊 那些大人就说 哎 顶帽而已 有什么那么害怕呢 因为如果一条蛇吞一只大笨象的话 那他的尾和他的头 就像一顶帽的那条边 而那只大笨象实在是太大 所以中间会凸起 那看起身 实际是挺像帽 后来他见大人看不明白 于是乎就画了一块透视画 我们可以看到 一条蛇的肚子里面是一只大笨象 但是那些大人竟然说 没有搞那么多东西 用点时间学一下算讯 学一下历史 地理 更好了 其实这一段经历就是安东尼他的亲身经历 在六岁之后 他就放弃了做画家的这个梦想 我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那些大人这么狠心呢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成长了之后 我们会开始懂得循规道举 我们会将他美其名叫做面对现实 读商科才是正路 做医生律师专业人士 才是妈妈心目中的乖仔 才叫做有出色 当然大人这样做其实是出于善意的 觉得赢在起跑线是为了小朋友好 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其实是会对小朋友 带来很严重的心灵的创伤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小朋友的梦想 那没有办法在大一个时候实现 为什么我们幼稚园面试的时候 要识串 Astronaut 但是大一个时候又做不到太空人呢 我们其实不可以去轻视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对小朋友来说 他们对梦想的那种追求 就是他们快乐的完全 就是他们成长的一种动力 也是一种我们自我肯定的基础 梦想对一个人来说 绝对不是可有可无 也不是随便可以抛弃的东西 因为它可以给一个大致的人生方向 同时也会鼓励我们努力向上 但当然梦想和现实一定会有差距 很多时候梦想不是不可以实现 而是因为它太高 太大 太累 我们的爹地妈咪就帮我们放弃了 因为对于大人来说 这些这么离地的东西有什么理由可以实现 我的小朋友有什么可能可以成为一个Astronaut 为什么要给他做画家 有什么前途 这些这样的梦想不会令你找到一份好功 也不可能可以在亲朋戚友面前得到赞赏 甚至乎还会令你输在起跑线上 令你以后生活得很差 我想其实这一件事不需要我多说 大家都心里有数 你看看多少追寻音乐梦的人 无论是做歌手还是作词作曲 成为一个演员 不是个个都那么风光 很多人都只能找到一餐小孩 甚至乎可能连小孩都没找到 但是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为什么不可以让他试一下呢 不行的 爹地妈妈觉得怎么可以让你试一下 让你试是会有机会成本的 你的人生是有限的 所以当我们指责爹地妈妈是怪兽家长的时候 他们也会跟你说 他们不是不明白 不让你出生地追寻你的梦想 你一定会不快乐 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也知道可能这样会埋没了你的天父 你明明天生就是一个歌手 你天生就是一个画家 但是他们也觉得这些牺牲都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实在太了解成年人的世界 应该怎样去玩好这个游戏 与其去到你二十岁三十岁才放弃梦想 不如六岁就放弃它 所以无论是八十年前的法国和美国 还是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一场较量 对梦想的这种争拗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甚至乎当我们大了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无奈地说 是啊 这个就是制度的问题 我一个人可以改变什么 我改变不了 我只可以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我们就搖身一变 变成了我们以前最恨的那个父母的影子 我们最终会放弃做画家的梦想 成为一个邮差 成为一个飞行员 安东尼就是用这个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的小朋友有梦想的话 那我们作为父母就一定要支持他 就算他的作品没有人欣赏 作为父母 我们都是第一个会欣赏的人 如果到了某一天 或者你长大了 不再想要这个梦想 也不要紧要 那就随时丢下它 跟随着你的内心的想法 去追寻另外一个梦想 至于梦想有没有前途 有当然最好 但如果没有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大人所说的说话 不一定全部都是对的 大人的世界也不一定是好的 我们要大胆地去做梦 用心地去比自己的梦想 飞得更加高一些 更加远一些 这个经历的本身 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 最美最美的风景 第二个作者想和我们探讨的话题 就是同心 安东尼在这本书的开始的时候 就和我们说 说每一个大人 都曾经是一个小朋友 这句说话 就是这本书最核心的主题 我为什么会收起条根 和大家讲小王子这本书呢 就是事源因为我最近看了 大台在两年前拍的一个众艺节目 和我们一起掌大了 虽然我看儿童节目的时候 是闪电船鸡 直到最少人类的那段时间 但是那段时间 可以说也是儿童节目 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因为往后那几年 连姨哥金曲颁奖典礼都没有了 越来越少人去作姨哥了 甚至乎现在我的女儿 或者我听回的姨哥 都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都是在我出生之前那十几二十年 阿森李哥哥和郑国江在跳飞机里面 所写的那些歌 现在我们翻唱来翻唱去 都是那些歌 其实这个现象就好像一个事实 这样告诉我们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社会 童真不重要了 真的 我们甚至乎不愿意花时间 放在小朋友去玩和唱歌的部分 所以看回这些节目 其实我是很感触的 我自己当然不是歌手 我都会在我自己的历史channel里面 我常常借一些意义 就会把一些姨哥进去 改歌词 第一就是因为 我都挺天马行空的人 我都挺喜欢拿一些东西回来怀旧一下 第二就是 其实我想将一些 我们这个年代的文化 我们的这种童真保留下来 令到下一个时代的人 他们都仍然可以记得曾经有过这些歌 有过这些节目的存在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朋友 但只有很少的人会记得这一点 所谓的成长其实是一个去童真的过程 当所有的童真都被去除 那我们就什么都回不了去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童心的人 所以我是挺升到小朋友的 就是我大致上知道他们在想着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忘记当时的我想着什么 所以我就可以站回他们的角度 去思考回这一件事 这个才是 别人会觉得我这个人都挺好玩的原因 无论我几多岁 我的样子几成熟 我的内心几成熟都好 我是没有扔下我的童心的 我也都很成功地在这个 去童真化的过程里面 将我的童心保留了下来 我觉得这一份呢 是天赐给我的最好最好的礼物 我很庆幸自己 没有因为已经35岁 就变成一个圆滑和细固的人 我仍然是当初的那个我 第三个小王子想和我们探讨的议题 就是初戀 你说什么话?小王子? 是童话来的 说初戀? 是的 其实他真的是在说初戀 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的一种关系 其实就是初戀的不成熟 他也另外想起很多很多以前那些 Puppy Love的那些回忆 小王子本来很爱护这朵玫瑰 因为这朵玫瑰是B612星球 也就是他自己所在的那个小行星里面 唯一的一颗玫瑰 他以前从来都没见过玫瑰花 小王子简直可以说是对这颗玫瑰花无微不至 甚至乎有时他的一些很过分的要求 小王子都会遵守 都会去做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小王子要决定 离开玫瑰 离开这个星球呢? 为什么会丢下它孤零零的在这个星球呢? 作为小朋友的我们 当然不会想到那么深层次的事情 我们就觉得 和同学不合不就不玩了 是吧? 喊家不就不玩了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小王子的这种离开 它是有一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在的 其实我们不妨回想我们自己的初戀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初戀一定是最纯杰 最黑骨铭心的 是吧? 但是同一时间这段关系 也都是很脆弱的 也都可能是很短暂的 那小王子为什么要走呢? 是因为玫瑰不够靓? 是因为它对耐了厌倦了? 是因为它不耐烦? 还是因为玫瑰的性格太港女? 它撑它不顶? 其实不是 就是因为它们之间的这种初戀的挣扎 其实玫瑰是很喜欢小王子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他平时说的说话 或者是对小王子的那种苛求 我们就觉得 为什么这么坏呢? 这一朵玫瑰可以这么坏呢?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角色代入我们的初戀 我们其实就很明白整件事发生着什么 初戀的我们其实会做很多很幼稚的事情 会做很多伤害对方的事情 例如说为了令对方着紧自己 可能会跟其他的女孩一起啊 跟其他的男孩出街啊 去激一下对方啊 其实就是这些这么幼稚的事情 很多时候就会去说一些伤害对方的说话 去互相折磨对方 玫瑰说自己是这个宇宙里面 唯一的一朵玫瑰花 说自己身上的刺可以刺死老虎 又说自己的乡下是一个比B612这个星球好得多的地方 他这么骄傲 他这么孤高是因为他不喜欢小王子吗? 是因为他嫌弃他吗? 不是 是因为他太不想失去小王子的 他很希望可以得到对方的爱护 但是他又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 所以他越爱就越怕失去 越怕失去就越是要掉高离了 但是小王子他从来都没有拍过拖 他认为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没办法令到玫瑰满意 也都以为玫瑰所说的所有的伤害自己的说话都是真的 所以他一直都觉得很不开心 最后当小王子说要走的时候 玫瑰就跟他说自己以前真的是傻 希望小王子可以原谅他 希望他离开了之后可以快快乐乐 玫瑰其实根本上就不舍得小王子走 但是他又要口不对心 他又没有挽留他 而且他也知道小王子和他一起 是会令到小王子他不开心 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可以令到小王子开心 所以就唯有放他走 而另一边说小王子又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可以照顾好玫瑰 都没办法令他满意 所以决定离开 他们两个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维系这段感情 这种就是初戀的脆弱 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马上就想起K他的一首歌《雨过天音》 里面有一段歌词 就很好地可以解释到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段歌词就是警告 警告 警告 准备要听我唱歌 如果接受不了的话 就skip了这一段歌 我免得读出来 直接唱出来 我开始了 我唱的了 大雨沙过后晴天 是老生空话自在空片 从上次炒架后不抽不彩不见 彼此惯是急速割前 若那天故事重演 让路火已起沉点 共你也许有幸较早以前 以组织分离成烟 对啦 如果不是意气用事 放下自己的小小的面子 可能现在拉上天窗的就是你们了 小王子最后就算宁愿被蛇咬 他都想着要回来看玫瑰 就是因为他在狐狸身上 学会了两人之间的那种连结 亦是所谓的互相顺服 小王子他绝对不是因为不爱玫瑰而抛弃他 他也都未意识到自己 其实是抛弃了玫瑰 因为玫瑰说他自己没事 他就算没有了那个保护罩 有虫咬他也不怕 他说他有刺 老虎也不怕 所以怎会怕那些虫呢 他还想见到一些蝴蝶 所以小王子是觉得他是可以搞定自己的 但其实事实上 不用想都知道 小王子不在的时候 在B612星球那些猴面包树 就会生到整个星球都是 最后玫瑰肯定会被那些树 抢营养 然后会死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伏笔 都见到小王子是很爱玫瑰 例如说 刚刚来到地球的时候 看到个飞行员 然后他就叫他画绵羊 画绵羊的这个桥段 就是因为绵羊会去吃那些虫 他希望可以带一只小小的绵羊回去 那就不用整天帮玫瑰捉虫 就可以有一只绵羊在那里吃那些虫 然后再去到 看到有5000多玫瑰的玫瑰园的时候 小王子他第一句说话说的是 死了如果被玫瑰发现他不是这个宇宙唯一一朵玫瑰 看到他还有那么多和他同类的玫瑰 他一定会很伤心 小王子他不是觉得自己被人欺骗了 他第一件事想到的不是一件事 而是想如果玫瑰看到有那么多玫瑰在的时候 和他一模一样样的玫瑰的时候 他会不会伤心 其实很多这些细节都可以表达到玫瑰和小王子之间 即是相爱 而在和狐狸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的过程中 他了解了究竟责任是什么 所以他决定要回到B612 继续去履行自己的责任 这本书第四个和我们探讨的议题就是友谊 小王子和狐狸之间的关系就是友谊 当小王子发现原来玫瑰不是那么罕有 这里有五千多朵 玫瑰并不是独一无二 狐狸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狐狸教识了小王子 什么是独一无二 狐狸第一次见到小王子的时候 就缩在树后面 小王子说不用怕他 我们一起玩吧 狐狸说 小王子只不过是千千万万的小朋友里面的其中一个 自己并不需要他 他也不需要自己 因为对小王子来说 他也是成千上万只一样的狐狸里面的其中一只 但是如果小王子纯服了自己的话 那他们之间就会建立一种关系 就会彼此都需要大家 小王子对狐狸来说 就会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 同一道理 狐狸对小王子来说 也都会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 这段说话说出了友谊 或者是一段感情的核心是什么 第一是纯服 第二是彼此需要 第三是世界上的唯一 小王子在和狐狸建立一段友谊的同时 也都令到自己的内心释怀 因为他刚才发现原来玫瑰不是唯一 有五千多朵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 五千多朵玫瑰和B612星球上的玫瑰是一样 是没有任何分别的 但在小王子的心目中 B612星球上的那档玫瑰就是唯一的玫瑰 因为他曾经悉心照料过对方 也都跟对方建立了彼此需要的关系 成为了他内心里的唯一 因为翻译的原因 他将原先的词译成纯服 其实纯服在中文的语境来看 就好像奴役人那样 但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你找到你真正在乎的人 彼此纯服就是彼此都真正在乎对方的意思 要建立这种关系 是要用心才可以做到 要真心的了解对方的需求 去给时间去关心和聆听对方 同时也要负担起照顾对方的责任 愿意承受对方给你的眼泪 带给你的伤痛 所以小王子听完狐狸的这一段解释之后 他就对独一无二这一件事就释怀了 他明白自己对玫瑰的那种爱 并不是因为玫瑰它孤高它特别 它是全世界的唯一一朵 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爱他 而是因为他们彼此纯服 亦是说彼此都关心对方 在乎对方 是因为这样才是唯一 所以后来小王子就很臭串地走回去 跟那五千朵玫瑰说 他说你们是英俊 但你们是很空虚的 因为没有人会为你们而死 而我在B612的那朵玫瑰就不同了 普通人会觉得他和你们很像样 但只是他一朵 他的价值就被你们五千朵加在一起 而且还要重要 因为他是我亲手照顾的 我还弄了个保护罩给他 我们经常都说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在小王子和狐狸要道别的时候 有一段都挺感动的 狐狸说不舍得他走 他说他会哭 小王子就说一日最坏都是你 我本来就不想hurt你了 但你偏偏要我去纯服你 狐狸又说了 小王子就说他的离开会令狐狸一无所有 但狐狸就说不是啊 他有 是因为墨田的颜色 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这么说 小王子的头发不是金黄色的 是不是 狐狸和小王子相遇的时候 狐狸曾经举了个例子 就说好像那些墨田的吗 我又不吃面包的 我又不吃穀物的 我又不吃穀物的 那关我什么 但如果你纯服了我的话 那墨田就关我事了 因为当我见到墨田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你 因为小王子的头发也是金色的 这一段又是那些爆哭的那些 那些桥段来的 我是很害怕看这些东西的 我是整天控制不了情绪的 因为别离的确是会令人心碎的 而小王子和每个人的别离都是永别 他始终都要回到他的星球 看起来小王子和人家道别 好像很无情 但其实狂者在教识我们一件事 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 明天你还能不能见到这个人 包括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另一半 都好 我们每天都应认真真地和对方道别 不要说我们都已经那么熟了 不用说拜拜 不用说再见 我们每天都应该把这次再见 当成是最后的一次再见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何时会远行 我们何时会分别 就好像最后安东尼 他都不知道他开飞机出去 即44年的时候 开飞机出去回不了 是不是 又或者好像小王子 你觉得他回到B612星球的时候 那朵玫瑰花还在吗 可能已经死了 是不是 但每一次的别离 我们都是那么匆忙 我们都没有很认真地去对待 那我们就辜负了一段友谊也好 亲情也好 感情 同一时间狐狸也都说 虽然小王子要走 但他其实并没有消失 因为他们的这段关系 这些回忆永远都会在自己的心里面 每次见到墨田的时候 就会想起小王子 是不是 本来他们两个就是陌生人 是不是 有千千万万只狐狸 有千千万万个男孩 但一旦你选择了和这个人建立关系 如果是彼此纯服的话 那你就要接受 当这段关系要分离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遗憾 都会不开心 都会有眼泪 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去接受的一件事 我们要去面对 以及我们要提前 就已经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一件事 每一段关系 每一段感情都是一样 我真的不是说笑 这些书 我真的不是特别想说 就好像有时候 那些和宠物有关 那些电视剧 电影 我其实是很喜欢动物的 但我不想去看那些电影 是因为会爆哭 就好像中犬八宫那些 我够知好看 我也想去看 我搞不定了 免得搞到自己哭 好像今天 但也好 其实都可以发现一些情感 我并不是说 真是很不舍得些什么 不是说很 流暖 这个人世 或者流暖 所有的关系 而是 就算我很豁达 也好 这些情感 其实它都是 在我的心里面 我不是麻木 我是豁达 你明白吗 麻木和豁达 是不一样的 麻木就是 没有什么可以掀起你的波难 没有什么可以令到你的感情 你的情绪有起伏 豁达就是 你是很清楚 这些事情 都会有终结的一天 你是接受了这件事 你会不舍得 但你会接受这件事 它是必然的 所以你也要了解 其实当我说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的情绪有波动 或者甚至乎 我会哭 不是代表我的内心脆弱 而是 我是真是被这个故事 或者被人世间的情感感动了 好了 第五个 这本书里面 和我们探索的议题 就是 爱的责任 当小王子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他就发现 原来玫瑰和他说的事情 都是口不对心的 他其实没有自己想象之中那么坚强 可能没有了小王子的照顾 他是会死的 所以他就觉得 不可以再丢下他一个人 在B612 他一定要回去 所以他就决定去找一条蛇 狐狸在跟小王子离别的时候 跟他说 你永远都要对得住你纯服过的一切 你永远都要为他们负责 所以小王子在这个时候 才领悟到 他是要对玫瑰负责的 狐狸在临隶别的时候 说要送一份礼物给小王子 这个礼物就是一句说话 对于我们身边所经历的一切的东西 我们都要用心去感受 而不是用眼睛去看 就像玫瑰对小王子的爱 我们一看 或者是听他说话的内容 我们会觉得他不在乎小王子 但是其实 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看这件事 用心去听他说话 去认真地关心他和聆听他 你会发现 其实他是有多么爱小王子 还有多么紧张小王子 这本书和我们探讨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死亡 其实在我这个频道 我们经常都谈论死亡这个议题 我其实都和大家一样 曾几何时死亡这个议题 都是困扰我很久的议题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我是很容易会去 一个头终埋入一段关系里面的人 很难抽离到的 不要说是亲人 包括宠物 我都要释怀很久 所以曾几何时 我都在每一本书里面 或者在不同的学说里面 不同的宗教里面 我都在找着一个可以说服我的学说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再来过的 即是轮回 或者是上天堂 记录世界 我都不只一次和大家探讨过这些议题 为什么现在的我 会经常都去批判这些议题 为什么我由苦苦追尋到现在 我简直会不相信这些议题 甚至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清醒地认识到 这些说法其实都是自欺欺人 都是我们不想面对和逃避的一个落陀的洞 因为有了这些解释 有了这些去向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用去面对 我们就不需要直接面对痛苦 我们可以把头塞到沙堆里面 但其实这个是我们不能迴避的问题 就如同我们之前 前几天讲的Mori教授那本书 就是因为我们很自然地 将死亡这件事 当成是非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恐惧死亡 当我们接受死亡 其实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它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那我们又有些什么很恐惧 有些什么忌諱 有些什么值得我们 要找一个藉口 或者要找很多藉口去催眠自己 我死了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死了之后还会… 我不是否定死了之后 一定没有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我未见过 所以我不可以说它一定不存在 但是无论它存不存在都好 我们都要面对死亡 我们都要当它是会归零的 我们都会当我们的人生是会没有了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觉悟 我们一定要令自己 迫自己去直面这种恐惧 而不是用任何的方式去逃避 所以为什么有时你听我讲灵性的节目 你会觉得我黑人憎恨的原因 就是我其实很直接地告诉你 只要你的信仰是在回避死亡这个议题 这种信仰一定不是成熟的信仰 因为你不会见到耶稣他怕死 你不会见到佛陀他怕死 我在任何的经典 在任何的学说里面都没见过 他们怕他们逃避 而如果你学着信仰 你学着的那样所谓的身心灵的东西 是教你逃避死亡的 教你回避死亡的 教你吹吉避空的 教你去延长 用任何的方式去延长你的命 那其实潜台词是什么呢? 去天堂、去祭乐世界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想面对 去到最终我们就是会化为灰准 不想面对最终我们就是会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从心底里面接受了 我去到我人生终结的时候 我就会灰飞烟 我就算一个记忆、一个细胞、一个想法 一个意识都不存在 永远消失 我都觉得没有问题 我都接受 那其实你虽然不会说会飞上天 也不会有什么神通显然 但其实你的境界已经比绝大部分的人要高 真的 因为你接受了死亡这件事 我不可以说你参透生死 但至少你是接纳了死亡这件事 但时至今日有多少个人可以真正做到这件事呢? 包括听这个频道的你们 你们确定是神服了死亡这个议题吗? 当你神服了死亡这个议题 其实不会有什么难到你的人生 我都说了,你解决了死亡这个议题 基本上你后面的人生 你是必定会成功的 你是必定会心想事成的 这件事不可以假扮出来的 是一种很深层次的体会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做到的 但当你做到的时候 你再看到那些人为了一些宗教上的议题 在争论的时候 你就觉得整件事是幼稚的 就像我之前那一集 《大乘佛教的黑历史》 你真的看到有无数人写签字文 来说服我也好 想去劝我回头事案也好 骂我也好 我出于尊重我 我会说多谢 但其实不重要 那些东西不重要 我已经跳脱了这些框架 我不需要你经常都拿这些框架去指引我 当然我不会说完全放弃心心灵这件事 但大部分的议题我都已经解决了 我都已经 不可以说我什么都知道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 很多东西我都不懂 但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议题 我基本上都解决了 我都基本上都知道我自己应该要怎么样 起码我说服了我的耐心 这些议题都不再是我的议题 所以对我来说 我不会再浪费那么多时间 放在心心灵的部分 我觉得够了 来到这个部分就够了 因为你再捐头进去 你就会被框架束缚住 所以有时我见到很多跟我一起起步的 新心灵的channel 我就觉得我和他们已经走了不同的道路 我会发现他们是越走越窄的 他们越走越被这些框框绑住 而我就彻底离开了这些框框 是的,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但我们走的方向不同 所以你会发现我对什么风水 命理 生死 哪个宗教对 哪个宗教不对 哪种meditation好 哪种meditation不好 或者是你做meditation的时候 看到光 或者看到什么代表什么 你的运程是怎么样 这些议题真的不重要 对我来说 好玩的 可能对我来说是好玩的事情 是有趣得意的事情 但是这些议题不重要 是的 这本书也和教识你同样的道理 我们死亡归零 意味着我们彻彻底底地在这个世界上退场 不会有东西是永恒的 正正就是因为没有东西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灿烂 每一次的道别都是永别 永别是什么意思 永别就是我们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相见 不是我们绝情 不是我们不在乎 而是我接受了这件事 我不需要再在任何的宗教 任何的哲学思想里面去尋找遗迹 这个过程是很难的 你的内心要有足够的强大 你才可以不靠这些精神力量去支撑着你的 这种崩塌的世界观 是的 你想想 意识到自己总会一天要死 或者明天就会死 其实是会令到你的世界观崩塌的 你要有多强大的内心 才可以支撑着 你知道这件事都可以不崩溃 所以你真的不可以否认 我是一个很厉害和很厉害的人 因为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 我竟然可以有朝一日领悟到一个这样的道理 我可以接受到一件这样的事 接受到我终会一死 而且是永远离开的这件事 每日都当它是最后一日这样生活 珍惜每一个当下好好地生活 用你的心去找真正你在乎的东西 对得住每一个你纯服过的人 这一个就是我的人生使命 亦都是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道理之人 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个小钟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一起向死而生 再见